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亲世纪 古字里的情节 记忆中的院子 初天都是一号院 传承远区画 今生是一号 中大好胜群心院系一座 初天都是一号院 为超越而来 接上您好 景点三 对 就这个 好往事一动 全国有量 放心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京州二一关节治疗中心 专注关节健康 构筑北京股 我们一直通过量 健康热线 8217-330 除国故都三国名城 京州欢迎你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荆州电视台新闻也不听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中大豪商一巴 荆州国际马拉松的现场直播 那么我是主持人杨 你好 我是主持人汪云 荆州电视台 荆州广播电台正在为您同步直播 无线荆州 云上荆州 荆州新闻网 凤凰网 新华社现场云 长江云 云直播 斗鱼 优酷等网络平台正在进行同步直播 欢迎收看 同时您还可以登陆无线荆州APP 参与互动留言 朝思白地 彩云间 千里将您一日还 这首诗里所提到的江林就是我们曾经的荆州 虽说千里将您可一日还 但是我们荆州的第二届马拉松赛事也是让我们足足等待了一年的时间了 是的 2018年是荆州的第二届国际马拉松赛事 也是长江经济带马拉松系列赛事的首战 今天一定值得我们一年的等待 还记得去年今日此城中万名跑者进风流 此刻坐在这里那种沸腾的燃烧感是瞬间回来了 我只知道我是新潮澎湃如去年 是的 我相信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演播厅里还有另外一位像我们一样心情 这个新潮澎湃的特邀嘉宾 他就是荆州资深文化评论员 荆州电视台特邮评论员张卫平 张老师欢迎您 张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 观众同志们好 我和大家心情非常激动 经过这一年的等待 应该说我们期待 今年在这个全市 我们人民的最盛大的这样一个节气活动中 我们的运动员能赛出好的成绩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张老师 我们和张老师都是好朋友了 今年是又在演播厅里一起看直播 尽管年年碎碎花相似 碎碎年年人也相同 但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荆州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马拉松每年都是新的 确实一切都是崭新的 2018年的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 而我们荆州正处于转型赶超加快复兴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2018年的荆州市大事连大事喜事连喜事 总书记来到荆州称赞荆州很美 看起来很漂亮 荆州现在的地位丝毫不亚于三国时期 2018年我们荆州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全国宗志长安碑的头衔之外呢 又捧回了国家园林城市 中华狮子之事 中国最佳迎联城的输入 一条彩虹 将古老的荆州文明 和我们当下的这种繁荣的景象 它把它串联在一起了 应该说让我们千年的古都 幻发出了新春 幻发出勃勃生机 写出出亮丽动人的风景 说实话 去年我们还记得那个时候 天气也是一个 刚开始是阴天 但是后来也是艳阳高照 但是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不错 我们原先预报的是说 今天是有小雨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下下来 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夜 真的是非常担心 今天的跑者的一些状况 或者天气情况 但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 这个情况的话 好像因为这种天气跑起来 还是比较舒服的 真的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从我们的这个整个直播信号当中 可以看到 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 赛赛选手 是已经正在热身 然后呢 还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现场 也是期待为他们加油 希望我们的运动竞儿 取得好成绩 我相信此时此刻 站在赛道上面的这个人群 应该说心情跟我们还不大一样 今天的参加这个马拉松赛事的 还有我们单位的很多同事 比如说我们的大型活动中心的导演 小冬 还有我们的包装员 傅义 陈军 黄汉林等等 说实话 他们都是一步就被带动起来 然后参加这个跑步的 那么此时此刻呢 我们先来连线一下 看看这个 好的 导播说现在可能幸好有点问题 我们暂时先 先这个 让他们做一下准备 那么待会我们再连线一下 我们在现场 这个在跑道上面的 我们的台北的同事 确实啊 我们每次看到这样子的大型的盛事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李杨俩的心中 都还是有些小遗憾的 因为不能到现场去感受 只能通过电视屏幕 然后通过手机端 在这儿呢 要在这儿提醒大家的这个现场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视 通过我们的手机端 了解我们现场的情况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把信号呢 切换到现场 我们一起来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佩奇 请佩奇给我们发回一些前方的报道 有请 马拉松起跑仪式的现场 马拉松起跑仪式的现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所有的运动员已经准备 就是了 在我身边呢 有一位非常健壮的这个大哥 我们要来采访一下 今天是第几次参加马拉松的比赛了 今天是第四五六四吧 哇参加了十多次啊 那您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的 三小三十五分 好厉害啊 在这个比赛之前 您大概是准备了多长时间 准备了有两个多月吧 那觉得今天的这个比赛感觉怎么样 今天还下着小雨啊 有没有心心取得更好的成绩 今天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因为天气最适合跑嘛 应该有有心心取得好一点 好的 那也预祝您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好 加油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样的一位选手了 那也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接下来的选手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了 好的主持人 好的 谢谢佩奇 那么刚刚从画面上看到 确实现在外面可能是下起了一点点小雨 但是好像没关系 我们的跑者说 这样的天气可能更有利于他们跑出好的成绩 观众朋友们 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是由中国田径协会 湖北省体育局 荆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湖北省田径协会 荆州市教育体育局承办 荆州电视台 荆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现场直播 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荆州第二届马拉松将由谁夺冠 想看看各位选手如何突破身体极限 请锁定我们的直播频道 这次也是荆州电视台第二次直播大型的体育赛事 本次直播呢 我们近百人的专业直播团队就在现场 我们拍出了海陆空的电视军团 采用航拍机位移动机位固定机位为您进行现场直播 无线荆州荆州新闻网凤凰网新华社现场云 长江云一直播斗鱼优酷等网络平台呢 正在进行同步直播 您还可以登陆无线荆州APP参与互动留言 在关注赛事的同时啊 也要感受荆州魅力 是的 那么在体现马拉松赛道场景的同时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跑者的真人秀和现场的采访 那么同时呢 还会穿插一些航拍的人文风光 为观众朋友们和各地的跑友呈现一届 不一样的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 这一次马拉松赛事的起点和终点呢 是设在荆州市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呢 位于荆州市沙北新区核心政务中心 由体育馆游泳馆综合馆体育公园和网球公园 五个部分组成 总建筑面积为26337平方米 总座位数呢 为6060席 曾经承担了第14届省运会 北京州市运动会等各大比赛和开幕式 在这我们想请我们张老师跟我们再讲一讲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体育中心这里都举办过多少次 我们这样的大型赛事了 这个体育中心呢 投资五个多月 这个16年完成以后呢 先后举办了这个省运会 市运会和我们那个首届 新厨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 以及2017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 等的一系列的赛事 或者这个节情活动 其实在那里面说实话 感觉非常的舒服 这个新的体育中心也成了 现在也是成了我们很多 给老百姓在这里健身的一个好去处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离我们起跑的时间呢 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么这次马拉松的线路呢 还是以一江两城三区展开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阿尼巴金马的线路情况 京州体育中心 城市新名片 今晚新起点 2018我们再次起步 明珠大道 高楼林立 感受古城时尚繁华的任意面 越过塔尔桥 家庭亲自跑 在此止步 京凤广场 九龙桥盘 这是和古城合影的最佳地点 迷你终点 跑完来一张 跨入东门 有张居正故居 三国公园 观雨瓷 观地庙 三国的封烟 仿佛还没散去 京州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大学 学院路上有蓝蓝书生 观工艺员奖下 依然是半马的最佳终点 京州长江大桥 明代万寿宝塔 京江分红纪念体 长长的京江大堤 也是一条时光隧道 五口通商的沙石百年商务 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活化石 三万路下滴 重回京州城市主动脉 江金路 东方是江汉平原工业重镇 京州开发局 西干局 是京州好友公认的 最美赛道 从古代到蔚来 一天四十二公里 脚下穿越两千年 2018 京州国际马拉松 我们和你一起 感悟文明 最近几年 马拉松运动 在我国是蓬勃发展 形成了这样一种 井喷的态势 但是大家是否知道 中国的第一届马拉松 是哪一年举办的 那湖北又有哪些城市 主办过马拉松赛事呢 咱们一块来看看 说起马拉松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 国内最早举行 马拉松的城市是北京 从1981年到2018年 北京已成功举办了 38届马拉松比赛 其实早在100年前的 1910年 中国最早的马拉松 就已在南京现身 当时的中国举行了历史上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 马拉松项目也在其中 路线为南京到镇江 根据中国马拉松赛事 发展趋势报告显示 2014年中国马拉松赛事 仅为51场 2015年就迅猛增长到了134场 而2017年总数更是达到了 1102场 相当于国内每天平均三场赛事 目前全国共有10个城市 获得国际田园标牌赛事称号 其中北京 上海 扬州 厦门 东营 五个城市为国际田园认证的金标赛事 重庆 兰州为银标赛事 广州 杭州 太原为铜标赛事 湖北马拉松赛以武汉马拉松赛 也就是汉马最为著名 并成功上榜国内十大赛事 除此之外 宜昌 金门 黄石三个城市 也曾举办过全城或半城马拉松赛 荆州是湖北第三个举办全城马拉松的城市 而在此之后 襄阳和贤民也引于去年 举行了首届马拉松赛 说实话 我们现在的荆州人都很爱运动了 爱马拉松 但是关于马拉松 您要了解多少呢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看看马拉松的起源和发展 马拉松运动最早起源于古希腊 在第一次西波战争中 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军 在距离雅典城40公里处的马拉松平原 击败了波斯国王所率领的三万大军 战争结束后 联军统帅派遣了一名叫做菲利比蒂斯的传令兵 让他尽快将胜利的消息告诉雅典城的居民 菲利比蒂斯一口气从马拉松平原跑回雅典城 倒在了广场上 为了纪念菲利比蒂斯这种坚韧不拔 永不放弃的精神 在1896年举行的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上 国际奥委会首次设立了马拉松比赛这一项目 从那以后马拉松比赛逐渐走出奥运会赛场 先后产生了波士顿马拉松 纽约马拉松 芝加哥马拉松 柏林马拉松 伦敦马拉松和东京马拉松 六大著名的世界级马拉松赛事 其中波士顿马拉松历史最悠久 已经举行过120届 纽约马拉松规模世界最大 曾创下过50564人跑完全程的世界纪录 芝加哥马拉松是六大赛事中管理最规范的一个 柏林马拉松被称为最神奇的马拉松 因为所有的男子世界纪录都是在柏林创造 其中就包括今年9月16日 由肯尼亚选手吉普乔盖 以两小时1分39秒所创造的 目前世界最快马拉松记录 伦敦马拉松是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的诞生地 在2017伦敦马拉松赛上 肯尼亚名将玛丽凯塔尼 以两小时17分一秒的成绩 打破了保持了14年的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 东京马拉松是最年轻的世界纪马拉松赛事 举办不超过9年 最大的特点在于 沿途观众的数量 曾一度达到200多万人 说实话看来这个短片 真的是让我们了解到了 很多马拉松的一些企业和发展 同时呢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 这几年我们的马拉松的这种发展 可以为是非常的迅猛 而且每一个相当于每一个城市都在举办这种马拉松的比赛 对于我们荆州来讲就是第二届马拉松了 确实是这样 因为每次在举办马拉松的时候 肯定会给这个城市注入一些新的养分啊 所以应该说是万众期待吧 马拉松到每个城市 或者是每个城市来举办马拉松的时候 大家都是心情非常的激动啊 像我们一样 即使坐在演播厅里头 这种感觉也是 哇看到现场 你看我们这个电视画面上所切到的这个所有的现场的画面 嗯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呃现场啊是呃 今天呢有全程和半层 我们在这里更向各位跑者 共同送出美好的祝福 愿大家一起为我们的健康梦 幸福梦 中国梦 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你们就是一位位行星 在我们的赛道上 在我们的赛道上将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闪光 告诉荆州 告诉湖北 告诉中国 告诉世界 这里就是美丽的荆州 健康的荆州 好特别的高兴 那么我们的大会的议程呢 马上就要开始 那在这里呢 我想 也是 要向各位朋友们 致以亲切的 祝福和问候 2018 荆州 国际马拉松 即将在 楚国故都 三国名城 激情上演 在这里 我紧接把赛事组委会 向各位 荆州的父老乡亲 向来自全国各地 远到而来的马拉松爱好者 向所有对大会 给予付出的 各位组织者 志愿者 和赞助商 表示 最最忠心的感谢 激情马拉松 活力 新荆州 开发了荆州 跑向世界 多彩的世界 跑进荆州 2018 荆州国际马拉松赛 让古老的荆州 再次 背腾跃升 古城墙 护城河 厚重的历史文化 现代的 滨江城市 让荆州名片 再次 响着世界 万里长江 美在 荆江 4月25号 习近平总书记 传行 荆江 因因嘱托 情暖 荆楚 我们要 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湖北 视察荆州 重要的 讲话精神 用力量和激情 演绎 无限精彩 用奔跑和速度 展示 荆州的活力 与开放 牢记 嘱托 担当 作为 全力推动 荆州 跨越 赶超 加快 复兴 那么我们 2018 荆州 国际马拉松 发令仪式呢 即将开始 请问各位跑者 你们 准备好了吗 哇 现场一遍沸腾 好 大家早已愿意识 我们现在 也请 将参加我们 发令仪式的 有关的领导和嘉宾 一部主席台 大家早已愿意识 现在 向我们 所有的 现场的领导嘉宾 向今天 所有参加的 跑者 来介绍一下 除夕今天 我们 中大 豪胜 2018 荆州 国际马拉松 在 发令仪式的 有关领导和嘉宾 他们是 中国田径协会 副秘书长 马拉松办公室 主任 水涛先生 欢迎您 湖北省体育局 副机长 罗奇先生 欢迎您 湖北省体育局 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 何路胜先生 欢迎您 中共 京州市委 书记 何光东 同志 欢迎您 中共 京州市委 副书记 京州市 人民 政府 市长 崔永辉 同志 欢迎您 京州市 政协 主席 王首位 同志 欢迎您 中共 京州市委 常委 市委 秘书长 段昌林 同志 欢迎您 京州市 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 副主任 陈爱平 同志 欢迎您 京州市 人民政府 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黄庭松 同志 欢迎您 京州市 人民政府 副市长 孙一秋 同志 欢迎您 京州市 政协 副主席 市委 高校 公委 书记 市教育 体育局局长 文艺 同志 欢迎您 京州市 人民政府 秘书长 陈斌 同志 欢迎您 广州 博人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一位新同志 欢迎您 京州 中大豪胜地产集团 总经理 王立同志 欢迎您 我们在这里呢 再次 对各位领导和嘉宾呢 在板房当中 抽出宝贵时间 前来参加我们的 中大豪胜 2018 京州国际马拉松赛的 发令仪式呢 表示热烈欢迎 和衷心感谢 任何一项赛事 要向成功举办 离不开我们当地的 政府和领导的 大力支持 当然 我们再来到了 美丽的京州 我相信 全国各地的跑者 来自国际上 五湖四海的跑者 会和我们有 共同的感受 那就是美丽京州 他们的全民健身 他们的基础建设 他们的精神文明 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更让我们在这里一起 共同感受到了 美丽的京州 都用他们毫满的步伐 崭新面貌 跑向明天 今天我们 数以几千人的 马拉松赛呢 更给京楚大地 增添光彩 我们一起在这里 为我们的选手祝福 好 现在有请我们的 李姑娘 来 做好准备 乘上发令枪 给各位领导 谢谢 来 来 好 现在 请现场 所有人注意 全体起立 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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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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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场赛道是一场与书里的荆州 心里的荆州 还有印象当中荆州的一场偶遇 让我们用脚步来丈量42.195公里来见证真正的荆州是什么样子的去感受2700年的韵味 让我们把手臂欢呼起来 2700年来的荆州不仅仅是这个地方人节地灵 更因为它是中国腹地的十字交叉路口 无数的英才英杰在这里汇聚 在这里惊庭 在这里碰撞 正是因为这样 荆州才像2700年来一直以来一样像今天这样这么精彩 而马拉松又把千千万万的对生活积极的 有积极追求的这样有梦想的无惧挑战的运动爱好者们 团聚在了荆州 大家一起创造更加绚烂的荆州颜色 荆州的特色是什么呢 荆州的特色其实就是站在中心包容四方的气质 就是融通南北 尖济东西的豁达 让我们一起助力荆州 让我们一起在荆州这条古赛道上面 焕发新时代的韵律的风采 让我们对着起点呢 我们的航拍摄像头 包括我们起点的姚碧 一起露出我们的笑脸 现在跑到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大众迷你马拉松八公里的各位跑者 各位跑者 绝大部分都是荆州本地的跑者 各位 作为荆州人 你们骄傲吗 今天的荆州 在你们的手里会变得更好 对吗 稍后在后面走来的就是我们的特色跑团方阵 今天我们当地比去年组织了更多的 有更多的报名人群 参与到了我们的中大豪胜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的比赛 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的律动 把我们的节奏加起来 虽然天上下了一点小雨 但是 有组委会为大家准备的防雨以及保持温度的周到的服务 同时还有我们的热情在 把我们荆州 把荆州固地的热情展示出来 再往后就是我们的特色跑团方阵 老母跑团 包括就在我们旁边的长江大学跑团 沙士中学跑团 荆州中学特色跑团 以及清河农民跑团 另外我们也诚挚感谢本次比赛的企业跑团助阵 也同时他们是本次比赛的企业跑团的三度商 中大豪胜 农夫山泉 匹克 优地 保险 防山头 顺丰 康师傅 红城 哈罗单车 比赛开始了 大概五分半周 我们的行进队伍现在行进到了迷你马拉松的路段 来 各位 用了五分钟才到达起点 大家辛苦了 让我们和场面的观众朋友们一起积极掌 和我们看台上的各位领导嘉宾一起挥挥手 有他们为我们的决策和助力 是他们造就了 并且指引了这场马拉松的比赛 我们要感谢他们同时 我们要在这条赛道上做最精彩的自己 每次的马拉松起跑像一种仪式一样 让我们通过起点的时候 把我们脚下的节奏加起来 把那种节奏感 仪式感带出来 2700年由于这里是京空南北 京略东西的十字路口交汇点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经历了很多的 文明冲突的战争的洗礼 而马拉松本身就是源于公元前490年的西波战争 这也许是京州与马拉松的一次契合 让我们把那种激情面对生活 刚毅无惧挑战的 现在需要我们带出了新时代的精神 添加在京州浓墨重彩的比风当中 但就在你我心中 你我心中 你我心中 一直走 奥飞 奥飞 现在依然从我们的起点往后看过去 跑者的旗帜 以及跑者组成的人流 依然是永续不断的 让我们加速前进 通过起点 找到马拉松 带给我们生活的那种仪式感 天上虽然今天下了点小雨 但是 对我们来说 丝毫不能冷淡我们的情绪 来 各位 让我们把节奏夹起来 这里是中大豪胜2018 荆州国际马拉松的起点 这里将是你们迈上赛道的地方 迷你马拉松8公里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可以挑战更远的距离 我们可以拥有更强的体魄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 既然已经开始迈步 就索性 昂然阔步 让我们跟场面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招招手 一起拍拍手 我们一起击掌前进 跑道上的各位 让我们加把劲 我们争取明年 把旁边的这些观众 一起带入到我们的赛道下 让他们成为跑者 让他们有更好的创造自己健康身体的契机 让我们一起感染他们 两万名参与到 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的各位跑者们 我们是为自己奔跑 同时我们的奔跑 能够带动别人 带动更多的人 让我们享受高生活质量的健康体魄 带来的快乐 来各位 让我们跑动起来 有好多的人 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现场 让孩子看到勇敢健康的父母 让我们也带着孩子一起律动起来 荆州跟迷茫 荆州自古就在长江沿线 水运是这座城市灵动的体现 今天加上一点小雨 正是给荆州这个灵动加上一抹色彩 快乐满心怀 想起来 跳起来 请求共同 一起伴随着欢乐的全日 让我们快速的跑向远方 远方 有新的结果 新的挑战 新的精彩等待着我们 比赛开始了十一分钟 用了十一分钟才到达起点的后面的各位 大家早上好 都在人流后段的各位 辛苦了 无论我们代表什么团体 无论我们代表哪个跑团 喊出我们的口号 打出我们的奇迹 我们的家庭跑亲自跑的各位 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来带着自己的孩子向我们主题台 以及两边的观众交交手 赛道上要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我们的存在感在哪儿呢 我们的观众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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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的观众交换 我们的观众交换 已经基本结束 稍后让我们一起 等待所有的跑者回来 现场的LED大屏将全程直播 我们本场比赛的盛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字里的情节 记忆中的院子 楚天都市一号院 传承园居文化 携取院落精髓 尝试领跑者 周大好胜 全新院系列座 楚天都市一号院 能超越而来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人在现场 然后通过起点 真的是不容易啊 确实确实 用了十几分钟 我们的所有选手才离开起点 是的 因为去年只有一万多人 那么今天就翻了一倍了 有两万多人了 所以这两万多人 要慢慢的通过这个起点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我们看到 今年的这个跑友 特别的热情 也特别有经验了 就不停的在这个 我们的摄像机前面 在挥手 挚意还在自拍 各种各样的这种表情 真的是很好玩 确实是这样 我们刚才演播厅里 都还在说我们说 因为有了去年的经验 现在的这些跑者们 更多的除了来去感受马拉松 带给我们的魅力之外 也是将自己的这种魅力 散发给更多的人 对着我们的摄像机 不停的这个打招呼 我们在这个演播厅里 感受到了现场大家的热情 张老师也刚才跟我们讲说 哎呀 这真的是一场这种体育娱乐的一种盛会一样的 就是看起来只有两万多人 实际上我们可能是上百万人 几百万人 全部参与进来了 这就是一个全民狂欢的日子 确实确实是这样 有两万零六位参赛选手 是陆续跑上了赛道 同时呢 大部队是浩浩荡荡的通过了起点 有老人 有小孩 真的是男女老幼齐上阵 无论国籍 无论肤色 还有都可以在这个美丽的跑道上 感受到他们最美的身影 是的 我们今年2018年 青州国籍马拉松的总报名人数是两万零六人 比去年多了有一倍 其中的这个男选手是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五人 女选手呢是八千零三十一人 共有来自三十四个省份 及直辖市的选手报名 排名前五的省份呢 及直辖市分别是湖北 湖南 广东 重庆 北京 全程马拉松的这个参与选手呢 是有四千人 半马的参赛者呢 是有六千人 迷你马的是参赛者 是有七千五百人 要告诉大家 亲自跑的人数啊 特别有意思是两千五百零六人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是 有非常多的选手们是愿意来参与这个亲自跑的哈 其中还有七十多位这个外籍运动员参加了全程和半程的赛事 而外籍的选手呢 来自十五个国家 不仅有来自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肯尼亚等国家的朋友 还有来自美国丹麦等美洲和欧洲国家的朋友们欢迎你们 嗯 是的 这是有鹏自远方来不亦越乎 我们今中呢 也是以最大的热情在欢迎这些朋友们 那么其实赛道上年龄最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年龄最大的选手呢 有84岁 年龄最小的呢 只有两岁 而且这个大数据当中显示还非常有意思的 今天还有86位选手将在赛道上面度过自己的生日 这真的是一个有意义的生日 嗯 确实 今年呢 有三百七十五个跑团报名参赛 其中报名人数最多的跑团呢 是荆州跑八 人数是八百四十九人 真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哈 大数据还告诉我们 今年有四千九百五十八人是第二次参加金马 二战金马 希望参赛者能够战胜去年的自己刷新上一次的成绩 嗯 是的 今天我们刚刚看到了在很多的选手当中 有一些这个 包括外国选手有很多的新的面孔 我们感觉不是去年的那些选手在参赛了 这些 我们今年的这个选手是来自有十五个国家 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荆州马拉松的这个举办呢 这个参赛的人数是一年比一年多 然后这个选手呢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嗯 我们期待呃 大家都能刷新去年的好成绩啊 刚才说到了因为有去年有参加过的选手呢 我相信是更有经验了 就像我们的张老师所说的这样 是全民的一个狂欢 嗯 因为去年有参赛过的选手 所以带动了身边更多的朋友啊 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比赛 嗯 最后呃 应该说我们还是预祝啊 不停的预祝 不停的预祝 大家取得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啊 因为我们期待 等会儿我们这个全马 半马 迷你马 还有亲子马结束的时候 看到大家绽放的这种笑容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 虽然呢 今天是下着一点小雨啊 但是荆州呢 是一个依水而见 依水而生的城市 正是因为有这个小雨绵绵 使得我们古老的荆州 又多了一丝这种浪漫的气息 嗯 其实雨中的荆州更加的美丽 对 更加具有吸引力 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 不仅仅是我们要祝愿我们的选手呢 这个取得好成绩 同时我们还要祝福 这个86位过生日的朋友 嗯 在荆州生日快乐 是 终点呢 只是一个目标过程 更加的重要啊 呃 大家享受过程啊 那我们在那个起跑的仪式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有的啊 这个在参加亲子跑的 居然是顶着孩子 然后在跑的 张老师看了这也笑了 张老师现在这个 也应该是呃 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吧 他这个就是这样的 你看 你说最小的两岁 嗯 两岁他怎么跑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他顶着顶在身上跑 他同样的是参与了 嗯 那他主要是从小培养这样一种马拉松精神 嗯 嗯 确实 但是顶着跑 我觉得跑四公里也很难受 这个我估计也跑不下去 他可能是顶一部分 然后让自己跑一跑 完全顶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嗯 我估计通过这个起点以后 可能慢慢的 就让孩子要自己要跑一跑了 对 只要让他感受一下 让他感受 培养他就这样一种精神 嗯 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跑马拉松呢 这个天气呢 是下了一点的小雨 但这也是一种非常特殊体验的马拉松 那么参赛者 参赛者在这个长期的奔跑当中呢 体内水分也会流失的很快 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我们沿途呢 也是设置了有饮水站 补给站 饮料站 用水站 喷银等设施 以便选手们的及时补给 另外呢 救护车 医疗站的配备呢 也是很密集的 你随时呢 应对突发的状况 嗯 今天在现场服务的志愿者呢 一共有2526人 志愿者主要分为三个大类 分别是竞赛志愿者 医疗志愿者 服务志愿者 相比两万选手的参赛规模 这个阵容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了 而且非常的专业 很年轻 他们来自荆州的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八所高校 嗯 说了这里呢 我们也要对所有的志愿者致敬了 说实话 志愿者呢 在这之前也是经过了非常严格的培训的 也非常的辛苦 今天一大早呢 也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沿线 那么2018 金马执行中国田径协会是A1类赛事标准 另外呢 金马比赛成绩将录入中国田径协会官网马拉松数据库 所有玩赛选手呢 均可以在中国田协马拉松官网查询个人成绩 另外作为A1类认证赛事呢 金马选手的成绩可以进入全国亚洲和世界排名 并申报记录 成绩呢 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 这对跑远来说 无疑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嗯现在呢选手们啊在这个跑道上 呃 其实我们看到啊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这个几位领头的这些跑者们啊 给我们展示的这种风采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 那呃我们等会儿呢我们的所有跑者呢都会通过明珠大道 那么这是沙北新区的东西向的大道 这条大道呢是连接二广高速荆州中的收费站 车辆呢可以从明珠大道直接上下高速 作为连接沙北新区与二广高速的快速便捷通道 他缓解了金沙大道的通行压力 完善城市的路往 为荆州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嗯现在明珠大道呢 这条路是一条非常新的路了 就是平行于我们呃 江金路的一条路 那张老师应该是 非常见证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城市的这个道路的发展的 嗯 对 你像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 在金州和沙市 他只有一条路 嗯 就是现在的北金西路 国际叫金沙路 就这条路嗯 公交车也就是这样一路 一路公交车 不像现在这么多路的公交车 嗯 所以说这个变化是非常之大 是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电视画面还看到了 亲子跑的画面哈 嗯 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我们这个专业的跑者 啊 这么的节奏分明 但是呢 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却是 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气息 这种气息是带着家庭的氛围来到我们的赛场 嗯 把这种欢乐 把这种体育精神植入到生活当中 嗯 也确实 我们常说马拉松究竟会给我们城市带来一些什么 有很多人说带来活力带来运动的力量 但是这一次的亲子跑 传递给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手机端的网友们的 我觉得是一种其乐融融 这种其乐融融是呃 我们荆州在举办一种赛事的时候 注入一种精神 那这种精神注入到我们的小家庭 就这样呃 作为这一个社会细胞的小家庭 把这种和睦的氛围才会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们的荆州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更美好 嗯 其实这种亲子跑的不仅仅是体现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时呢 它也是反映了我们荆州人很多的这种家庭一种幸福的状态 嗯 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这个亲子跑的过程当中都给体现出来了 我们刚刚从画面上面看到好像这个第一方阵的跑者已经都经过了这个白天鹅家居广场了 您在已经跑了这个江金路这边来了 但是亲子跑呢 这个可能马上转过这个民族大道以后就要来到他们的终点了 就要到这个呃 新天地这个地方了 呃 因为我们的亲子跑的这个全程呢是四公里呃 所以这个四公里对于呃带着孩子跑的这种家长来说啊呃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我想根本不在意哈呃 呃更多的是感受这种氛围 嗯 我们看到这个亲子跑的过程当中可能大人已经开始照顾小孩去了 也开始脱了脱衣服 有的可能小孩已经快跑不动了 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好的 嗯 确实四公里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不短的距离 甚至对于比如说呃六岁左右的这种小孩来说 他是一个相较长的距离呃 呃所以需要的除了我们的这种呃运动的能力之外更需要的是用毅力来去支撑啊 呃 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呃屏幕的右方啊就是我们这个亲子跑团 亲子跑团的小朋友们呃就像李杨刚才所说的这样啊 他们可能更多的已经就是在赛道上玩起来热闹起来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棒 但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可能还是在坚持在跑 像前天这个啊 这个我们的记者采访的一家人准备亲子跑的过程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嗯 好呃 那现在亲子跑呢是已经接近终点了 哎呀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过程 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聊聊结果了哈 其实亲子跑的这个谁第一谁第二这个根本不重要 说实话只要能够哎走到终点或者是跑到终点的话 这个一家人能够哎一起收完手肩并肩的 甚至是拖着拖着拖着把小孩一起走到这个终点的话都已经算是一种啊非常不错的胜利了尤其是在今天这种雨中的这种氛围里面我相信这种亲子跑对孩子来讲应该是一种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种记忆和断炼 嗯 你看这个小孩子真的跑得非常的这个代劲 我们现在是在荆州国际马拉松亲子跑的冲刺点现在我们的亲子跑的冠军已经产生了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几个人一起参加的两个人两个人是吧对啊小朋友多大了吗已经九岁了马上快十岁了叫什么名字 古文哲啊经常参加这个跑步或者其他的运动吗 经常参加跑步的活动 经常参加跑步的活动 那我想问一下爸爸是同事什么职业的 啊差不多属于工人嘛 啊为什么会想到带小朋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啊锻炼身体嘛 啊锻炼身体 本来就蛮喜欢跑步 你喜不喜欢跑步 喜欢 我想问一下在跑的整个过程中你觉得累吗 有点累 但是要坚持 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呢 没有 没有啊好棒啊 你在班上跑步的话是不是也是第一名啊每次 快跑不是第一名 啊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你跑了多少多远吗 三公里四三点四公里 我告诉你们小时四公里非常的棒啊 好了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9岁的小孩跟他的爸爸一起呢得得了这个亲自跑的冠军 呃我们一直在说可能在亲自跑里边我们更加传递的是一种力量或者是说是一种家庭和睦的氛围 但是让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内心还是无比的激动的为这一组家庭点赞 嗯祝贺他们不过就像刚才这个小孩子说的一样其实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非虽然累但是最重要的是一种坚持 我想这种坚持的这种意志对于这个小孩子一生来讲都是受益 所以家里边的这种运动的氛围以及父母的这种言传身教以及带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说实话作为荆州人呢我们非常的期待呀也热切的期盼 呃马拉松这样子的国际赛事能够多多到荆州举办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运动的精神运动的活力注入到我们城市当中然后蔓延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 嗯可以说这一次的第二届精州国际马拉松呢比第一届来讲的话应该说调动了更多人的激情和热情 嗯不仅仅是我们的参赛选手更多了同时呢我们的志愿者也多了 呃另外呢我们周边的这个加油的群众也多了 而且全程都动员起来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因为是第二届这个呃精马嘛 所以就像你所说的这个观众朋友越来越多 嗯而且观众朋友这个加油的方式是花样百出啊 嗯刚才看到了呃这个跑者当中啊有这个西游记跑团是吧 这个呃猪八戒呀孙悟空啊那在加油的这个队伍当中呢 还有比卡丘这样的卡通人物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大家真的是变着法子的来去感知来去感受 然后来去散发这种快乐嗯从去年这个国际马拉松 我们把社会都让给他了啊 再给你一看还弄一个旅跑友啊 哈哈哈这是我们今做的跑者 我们本地的合影大家好 哈哈哈 啊本地跑渣哈哈哈哈哈哈 真正的马拉松就是 大神 还有一个大神 已经跑迷了 还有一个大神 已经被那个外具体 跑远给带走了 这种情况很正常 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后面平台上 什么时候用我们的镜头 但是我们 把这个所有的信息 我们 刚才在画面上 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同事小冬 在这个赛道上面 在奔跑 不仅在奔跑 同时还在采访旁边的 这个跑友 对他特别有意思 因为作为电视媒体员 他时时刻刻会关注的是 我们的这个直播 他其中有一句话说 不知道平台上 会不会切好的信号 那个小冬导演 麻烦结束跑 跑之后呢 看一看这个回放 切了你的信号 而且一直能够感知到你的这种 这个均匀的气息 而且还有你的整个状态 特别的反正力加油 专业 对 说实话 对于我们新闻记者来讲的话 就是说也不知道 有时候可能不知道 导播会不会把你这个切出去 但是你必须要在状态 你必须要随时准备 能够进行采访 能够进行报道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我们也希望小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不仅完成好他的这个赛事 同时呢也完成好 这个连线报道的任务 是的 我们期待这个作为跑者的小冬导演 给我们从前方发挥 来自自己这个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心得 其实真的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别的跑手可能只是奔跑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他来讲他还得拿着一个这个杆子 要举着这个手机要进行直播 所以他的这个负担是很重的 你要这样子跑下去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对 我们荆州广电的每一年参加这个金马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同事 对 好 那么我们呢 导播告诉我们说 现在我们五公里处的这个张应雪 记者张应雪呢 是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样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应雪 希望他给我们发挥前方的一些详细报道 全马 半马 以及迷你马的运动员们呢 都将会通过这个路口 然后又转 进入到他们接下来的赛程 今天啊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沿边的市民朋友们 以及社区组织过来的 啦啦队 舞蹈队 还有咱们的军鼓队 都来到现场 来给咱们的运动员们 大喊助威 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 阿姨您好 您尊姓啊 我姓王 您是来自哪里 我是来自林新乡的 林新乡 您今天感觉氛围怎么样 今天的房子 非常地激动 非常地热烈 把我们都涌入到里面去了 真的 加油 那每单有运动员路过的时候呢 咱们大家都会大声地呐喊 加油 加油 而运动员们呢 也会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手势 来给予肯定 我想啊 今天展示给大家的 是咱们荆州的热情 好的主持人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加油 我三只活该是一个的问题 你入到里面去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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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在荆州跑步 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内环道 内环道因为刚刚刷黑 所以感觉特别的好 而且内环道的风景也是特别的好 它特别是它有古城 然后绿素成荫 道路又好 空气又好 它就像一个大公园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里面其实车也不多 那么这个整个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其实外环道跑起来也是非常舒服的 只不过外环道可能有一些 高低步平 石板路高低步平 所以相对来讲 可能内环道可能要更平台一些 其实我觉得在荆州跑步 特别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和舒服的 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边跑一边 欣赏沿途的美景 确实这也是我们城市的基因之一 刚才是通过了内环道 现在我们的第一方阵是一直都在内环道上奔跑着 其实我们刚才说内环道是一个特别美丽的一个所在 在这必须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咱们荆州的古城 因为在这个内环道上我们是傍着城墙而去跑 我们都说荆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敌 这个古城墙是始建于东汉 现在是县城墙是清顺至三年 以这个旧机重建的合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 没有残缺 是我国南方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墙 被称为南方完璧 在南方完璧的这样的这个大道上啊 这个下边来去跑步 真的是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受 确实我们的荆州的古城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 10.5公里的这个周长的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墙一圈 你是可以连续的然后走过去的 不仅是内环外环还有我们的城墙上面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愧于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这一称号 嗯是的 呃走过荆州呢是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样 在这儿古城新区交相婚姻 在这里呢过去未来绚烂交织 哎呀确实此时此刻定格成荆州历史上非常美丽的一种珍贵的画面了 呃确实这里是楚国古都 这里是三国荆州 荆州欢迎你 是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前方的记者是一直在做着准备啊 刚才我们谈到了内环道呃 谈到内环道呢就不得 好啊谈到这个内环道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荆州东门我不知道呃里昂和张老师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在今年的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人这个突然一下就特别的兴奋 可能我作为媒体人啊兴奋的源于点呢是呃央视的新闻联播将最后的一帧画面定格在了我们的这个荆州东门的这个点上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这个望月怀远呢是被誉为最美的中秋诗 唐代诗人张九龄在荆州城楼下留下的这个千古绝唱啊 那今年的这个中秋佳节是在这个万家妖明月的美景时刻里头最美的中秋诗句诞生古城荆州 然后这个古城荆州的这一个定格的画面呢又成了中央电视台中秋景观直播的取景点 哇整个的这样一块从国呃从这个中秋节到国庆节这种 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延绵到现在 看到这个选手啊通过这个古城东门 让我想起来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的时候 希腊那个大使手举火炬传过东门 他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美丽的邂逅 就是两千多年前这个马拉松 他是在希腊诞生的这样一个运动 那么同样两千多年前 金特的楚文化和雅典文化 他是同时发展在全世界是最高顶峰的这样文化 嗯这个让人感觉到非常有意思 确实厚重的底蕴完好的古城诗意的呈现 交织成了一幅唯美的这样的一幅图画 楚楚动人的荆州古城 确实是也是深深的应刻在了很多人的心心目当中 因为在今年的9月24号 刚才我们不是说在中秋佳节的时候 在荆州电视台的协助之下 必须要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央电视台以景观直播的形式 在三个时段三档栏目当中呢 是三次呈现了荆州古城的中秋景致 央视新闻联播直播了湖北荆州悠悠天语旷 窃窃故乡情的荆州古城冰阳楼中 这个中秋夜景 16点档的新闻直播间 还有18点档的共同关注是播出了 湖北荆州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是的 中央台是三档节目 同时播出我们荆州的这种明月 中秋的这种感觉 真的是非常令我们荆州人资 一座在里面上 故都411年的城市 一座写满了三个故事的城市 一座让诗人创作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城市 在这个中秋佳节呢 通过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全国直播 特别是新闻直播最后一个经典的压制 我们真的是让荆州意识更享有盛名了 嗯 确实 荆州特别有意思的是 因为这个城市是其他城市 无可比拟也无法替代的 因为它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积淀 而且又有这种新的文化交相辉映 确实它让荆州人有一种文化自信 张老师怎么看 对 我认为那个文化自信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嗯 也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方面的一个名词 它在荆州来说实际上是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能够触摸到的这样一个文化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鸡公山遗址 济南城遗址 嗯 包括我们的古城墙 我们荆州博物馆里面增长的文物 包括我们可以听到的马山明歌 我们可以品味到的这个荆州这个鱼糕 嗯 它的都是文化 都是历史文化 让我们触摸到 那么这样的一些历史文化 它给我们荆州人 它就增加了文化的自信 它是我们存在这个中国梦 那么实现中国梦 由于我们有这样生活的文化底蕴 给了我们灵魂或思想上的导向 嗯 其实说到这个文化 也说到运动啊 我听您说好像在博物馆里面 好像有一件文物 还是记载了一个运动的这个种类的 对 我们这个凤凰山 七十号这个秦末 出出来一个笔子 一个木头的 就是像那个梳子一样的 梳头发的 嗯 上面就有一幅图 图 啊 棋画 这个棋画呢 上面三个人物 两个人正在做这个相扑运动的 嗯 一个人当裁判 啊 这样这个两千多年前的 这样一个文物啊 显示了这种体育活动 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说 在一些古文献的记载 或在一些其他的一些文物上面 都有很多我们古人的 在那体育上面的一些活动 嗯 包括我们的什么 呃 举顶啊 是吧 楚国人我们 举顶 就像我们现在的体重 嗯 啊 我们的射箭 啊 楚国人北部穿阳 啊 射箭比赛 嗯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体育 运动 嗯 先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本届马拉松 迷你跑的终点站 金凤广场 那本次迷你马拉松的参赛人数呢 也是最多的达到了7500人 这也显示着全民运动 正在参与的体育精算 我们都知道金凤广场 是我们荆州城的城标 寓意着金凤腾飞 这好比我们的运动健儿们 他们在古城楼 古城墙 古运城河的陪伴下 像金智一样展翅飞翔 那现在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赛道两旁 大家是撑着雨伞 穿着各式各样的雨衣 用他们自己的热情 来迎接着我们运动员的凯旋 我们可以看到 美丽的护城河畔 杨友依依 细雨朦胧 各大展台也是相间的立了起来 他们也在用自己的热情 用自己的方式 来迎接着我们运动员的凯旋 那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 我们的市民 我们他们的感受 你好 看你刚刚非常的热情 还穿着红色的衣服 跟我们说一说 现在你的心情 很开心啊 我和我的同事一起 我们是华电乐跑团 我们是从武汉过来的 我们同事一起 三十多人参加这个金钟马拉松 然后我们参加了 全马半马 迷你跑和庆子跑的四个项目 也就是说你们全民参与了 然后今天是来给那个同事来加油的 那有没有想到说明年自己也来参与一下 看到这个大哥的这个热情 很想啊 明年一定要参加 明年一定要参加 是吧 那刚刚我们的第一名选手应该已经冲过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 请一下我们的拉拉队 对 我们热情的拉拉队 您好 您好 我们是第二台 问一下自己的心情 心情高兴啊 高兴是吧 就一直在首武足导 就是来迎接我们马拉松的这一个开跑 对不对 有没有想到说自己下一次也来参与进来 想是吧 好 下次我们也来参加一下 迷你马拉松 好的 那我们来找一找我们的冠军选手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现在的这边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会稍后来了解我们的冠军选手 来采访一下他的感受 好的 主持人 这是体育界最具参与感的赛事 这是电视界最具挑战性的直播 江汉平原最具影响力的广电军团 最专业的直播阵容 最酷炫的直播设备 最全能的直播平台 今天上午7点30分至12点 中大豪胜2018青州国际马拉松现场直播 270分钟全媒体直播 无时差呈现 豪马者的盛宴 青州电视台新闻频道 邀您一起感受三国名城的脉搏 聆听楚国共督的心跳 潺潺流水 振振花香 树影婆苏 庭院悠悠 一方院落万千世界 古字里的情节 记忆中的院子 楚天都市一号院 传承园居文化 携取院落精髓 尝试领跑者中大豪胜群心院系列座 楚天都市一号院 为超越而来 好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中大豪胜2018青州国际马拉松的现场直播 青州电视台青州广播电台正在为您同步直播 无线荆州 云上荆州 荆州新闻网 凤凰网 新华社现场云 长江云 一直播 斗鱼 优酷等网络平台正在同步直播 欢迎您收看 您还可以登陆无线荆州APP 参与互动留言 无线荆州APP启动 金马随手拍的活动 大家在现场看到的精彩瞬间 都可以拍下来 参与我们的活动 活动设置了千元现金大奖 投票前200名的参与者 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品一份 直播进行到这里 我们演播室也来了一位 特别的嘉宾 北京奥运会 北京田径市井赛 鸟巢现场解说 著名体育赛事解说员 陈诚 欢迎你 这个李洋老师好 汪云老师好 张老师好 对 这个去年就来过这个地方 今天又是从现场赶过来 但是今年感觉跟去年 完全是换了一个样子 虽然说好像演播室的阵容 还是咱们几位 演播室变了一下 然后剩下的最大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现场的天气氛围的情况 比去年差距很大 包括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去年的这个整个的片子极紧的时候 我们看阳光明媚的 太阳就从东边就直接就扑下来了 今天是雨扑下来了 而且这个在 下的大吗 现在的现场的雨下的是非常大 就之前在看天气氛围的时候呢 应该是这个小雨转多云 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至少到了中雨 中雨中雨 那这样子的中雨 有没有影响到现场的一些这个气氛呢 其实我是有一点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去年赛后 我记得在赛后采访的时候 肯尼亚选手曾经说 说去年的时候 觉得你们荆州有一点热 但是今天我估计今天是很冷的 因为今天那个早上起来的温度 大概到达现场的时候 我监测了一下 应该是12摄氏度 那其实去年的时候 其实在咱边就已经讨论过了 就是7到17摄氏度 是跑马的一个黄金温度 是没有问题的 对 其实选手们比较忌讳的是 出发的时候 这个鞋子稍微水如果多了的话 就是里面如果有水潮湿了的话 出发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 而且就里边的袜子也会打滑 鞋底自然也会打滑 但是一旦跑出去一段时间以后 就会好一些了 对 反而是今天的我们的医疗压力 会相对来说减轻一些 对 就没有说是急剧升温的这种感受 而再一个呢 就是现场的氛围 完全没有受到大雨的影响 我就觉得这个我们京湘之地啊 尤其是这个荆州之地 本身就挨着长江 自古就是被这一汪水来赋予的我们的灵运 赋予的我们的历史意义 那好像雨下下来之后 我们荆州的朋友还是非常熟悉的 完全不触跟水打交道 我感觉 对 确实荆州是一个比较多雨的城市 就像陈陈老师所说的这样 就是荆州人非常的适应 对 就是在很多我们在几段赛事的时候 遇到这种大雨可能其他的城市 有一些氛围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在荆州你是在现场完全没有感受 我感觉到其实跑马拉松本来就是一场 就是是一个挑战 每个人踏上起点之前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觉得 我今天会跑成什么样子呢 因为42.195公里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的体能变化 包括心态变化 身体告诉自己的声音 会随时有各种各样的感受 赛前的时候 大家要消除这种恐惧 都要大喊一声 给自己提提气 而且要拍打一下自己的身体 把自己的精神能够焕发起来 把神经反应调动起来 所以我觉得在赛前反而遇到大雨 大家的这种处理方式会更加的积月一些 没有受到影响 好 没有受到影响 那其实还想问 第一是带观众朋友问 第二是带选手问 像这样子的雨天 会不会对选手的成绩带来一定的影响 肯定会有影响 打个比方说 2017年的柏林马拉松 当时也就是今年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的 艾瑞德基布小盖 他其实去年的时候 柏马就想创世界纪录 而且是瞄着世界纪录去的 现场的所有的包括领跑员 就是分段的领跑员 包括补给 其实都为他个人设置 就是为了想让他破世界纪录 但是那天有一点小雨 所以最后比赛的成绩 其实是慢了差不多小一分钟 比预估 比世界纪录要慢了一分钟 所以对顶级选手一定会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赛道上面 包括刚才从现场赶到 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路途当中 我们的荆州市民在赛道旁边 大家都自发的穿着雨衣 打着雨伞在那加油 我觉得第一市民没有受影响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参赛选手的情绪 没有受影响 我觉得反而是一种体现 因为本来刚才我在现场开场的时候 我就提到 我就说这个荆州啊 我们从古城墙 这是明清时期的古城墙 见关羽文化啊 见张居正住居 从三国到这个明清一路理下来之后 我们还要今天要跑到京江大堤 看到我们当年酒吧抗洪的 回顾那个时候的我们荆州人民的抗洪精神 今天面对雨水 你就能看到这条小雨 对我们来说不行 我算是 就像陈陈老师刚才所说的 刚才有一个镜头 我不知道大家现场的观众朋友 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发现啊 确实是打着雨伞 在旁边 而且特别整齐 每一个路口都有人 没有一个地方的就是这种 比如说设置障碍 或者设置这个道路倾障的 这些设施旁边 从来有缺少观众 在整个过来的这前十公里的赛道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场 好 亲自跑的这个现场 我们来看看记者 前方记者的采访 好 有请双双 谢谢 嗨 嗨 我们现在在亲自跑的现场 我们遇到了非常多啊 有意思的选手 我们来一一采访一下 我来问一下这位爸爸 为什么把小宝宝扛在肩上 因为我把他扛在我肩上 是比我高 我希望他有一个 我们中国的成语 就是步步高深的意思 能在马拉松的赛场上 步步高深 非常棒 好那来问一下 这一位为什么今天的这个装扮这么的有特点 因为蝙蝠侠嘛 他有代表着力量和健康嘛 希望我们荆州马拉松 荆州人民都像蝙蝠侠一样健康 你呢 开不开心今天 开心 你觉得要跑完这个马拉松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跑马拉松可以感受强身健体 我觉得我以后变得更健康了 你真棒 哇还有这一位好帅啊 你好是混血啊 是不是啊 你是混哪个国家的 中国和英国 和哪里 英国 英国 哇你的中文上的好好啊 这个是你的谁 女朋友 弟弟 哦就是好朋友是吧 你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今天跟我妈 跟你妈妈呀 你觉得参加马拉松感觉怎么样啊 特别累 特别累 以前有没有经常锻炼的身体呢 有啊 打篮球 好 好 非常好 哇 这里还有两位小仙女啊 哇 你们好美啊 今天是不是很早就起来化妆了呀 是的 是打几点能起来的呀 五点 五点啊 我们觉得参加马拉松累不累呀 不累 不累 有 有 有时候有点累 嗯 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呢 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 哇 这里还有一位 你几岁 你几岁 我四岁了 我几岁哥 哦 你四岁了呀 你跟谁一起来的呀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哇 你好棒啊 哥哥 哎哥哥 哪位是你的妈妈呀 指给我看一下 哪位是你妈妈 谁是妈妈 妈妈呢 啊 这是妈妈是吧 哇 你好棒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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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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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们要上电视了 还有你不懂啊 这是哥哥 这是哥哥 来来来 哇 哥哥有点害羞啊 这是你的哥哥 是不是啊 这是爸爸 是不是啊 你们长得好像啊 哇 你好棒啊 看着这个亲子跑的这个采访也是特别逗 小孩子也是穿着各种各样的服饰也是一大早的就出来了 让我有一种感受啊 刚才那个眼灵大大的我们那位男童 哎 看上去有点像混血的意思 但是其实现场的大鱼有一个细节大家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头发稍微长一点的小长花 他的这个上面跟涂了油 你已经被淋湿了 那种感觉 对 那首先呢 要在这里说一下 其实今年的金州马达松 跟去年的金州马达松的很多的细节上的服务 其实有了很大的提升 对于组委会 包括赛事员公司 其实很运心的 尤其是这次的这个赛事员公司呢 其实在运营这个赛事的时候 去年 做完我们的金马之后 今年上个年的时候还专门去了美国的波士顿 去全盘考察了一下这项的比赛 而且首先就学回来了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手上这个媒体手册 其实也叫做秩序册 在很多的媒体朋友手上 包括跑友手上 基本上是人手一册 但是在这个里面打开里面的玄机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好 那首先前面呢 是我们的整个的赛程的安排 以及竞赛规程 包括媒体信息 这一下就基本上把跑者 把前来观理的嘉宾以及把媒体全部都介绍 全都照顾到了 而且上面有我们的合作媒体 以及冠名赞助商的所有的logo 这也是招商全面的一种体现 同时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今年我们看整个的这个终点和起点 就是终点和全程终点 半程终点 包括迷你终点的整个的这个图 做的这个3D效果是非常好 从这个正南正北 正东正西 它的标注也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是很立体的这种感觉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我们要专门说一下的 就是流出了整个在这个政策当中 好像就是两届荆州马拉松的一次回望 这上面有去年全程男子和全程女子的整个的成绩单 我们等会儿再来详细的做了解 因为现在的这个迷你跑的第一名干生了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第一名 究竟花落谁家 有请我们现场的记者 好 可能是因为这个声音线路的问题啊 我们一直特别期待 这位迷你迷你马拉松的第一名 究竟花落谁家 看到了他的样貌 那我们等会儿再听一下他的声音 他的成绩就是不错的 你看现在距离比赛开始 也就是 其实我觉得刚才他到达终点的那个时间 应该在半个小时以内 应该半个小时多一点 这个配速其实是非常非常快 而且就刚才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们现在看细节就是看到 尤其是这个镜头往后延伸的时候 运动员没踩一脚 后面就有一个水印 非常非常的明确 所以现在外面的雨还是下的有点大 非常非常大 对 但是这种情况下呢 对运动员成绩会有一些影响 就包括正好说着 我们整个的今天的媒体指南 就是这届比赛媒体指南做的 就很像就是两次马拉松的一个对比和对比 而且是上次的一个记录 这上面啊 有上次的比赛的赛道 和这次比赛赛道的对比图 而且还有成绩在这上面 可以跟去年直接做对比 包括去年的前十年 到底都是来自哪的 中国的外国 我们看 去年的男子第一名的成绩是 两小时18分31秒 女子第一的成绩是 两小时40分20秒 这在第一次举办马拉松的赛道当中 算是比较快的成绩 我记得这个昨天 在这个襄阳的马拉松的比赛当中 好像他的第一名的成绩是两分 两小时20分55秒 对 但是呢 他的去 这个这次襄阳的比赛 首先没有受到这个雨的影响 而且整个的赛道的平整度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 他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的情况之下 他的成绩会比较影响 现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本届马拉松迷你跑的终点站 金凤广场 那刚刚都在大家热情的期盼当中 我们迎来了迷你跑的冠军选手 你好 你好 刚刚在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 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心情的话 感觉还是很激动的 比赛的时候的话 跑出来的时候 感觉跑的选择也蛮多吧 但是我是一个一个超越上来的 也没想到会跑第一名 但是我想这个成绩应该也不会很差的 看您这个非常的轻松啊 感觉 那在刚刚的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 您说了一个一个超越 可能会欣赏到我们沿途的风景 比如说荆州的这个面貌 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慨 今次的话我感觉是 每年的话都在发生 那个翻天褥蝶的变化 这个感觉面貌现在 比以前都要越来越好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参加迷你跑呢 我本来刚才是准备参加斑马比赛的 但是因为我今年的话 膝盖一直有伤 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所以说我想今天就跑个迷你逼的吧 正在参与 然后期待明年 然后再来一个半马或者全马对吧 行 明年不到我要参加斑马 或全马的话展示还没考虑 但是我明年参加斑马 另外的话 我想参加金兽式防御之类的游泳比赛 希望有这个有这方面的赛事参赛的机会 看来您是一个全能健将是吧 我游泳的话比跑步的话不会差 刚才这位冠军真的说得非常有意思 他希望参加永远比赛 永远不会比跑步差 对没错 这样的选手我觉得直接可以去三家铁人三项 在练练自行车 中国人谁都会骑自行车 但是这个在山地赛道上面骑山地车 怎么去加速 我觉得称为练一下 我觉得比练游泳应该容易一下 其实喜欢运动的人真的是什么运动都可以 是我在2015年和2016年的北马终点的时候 就见过中国辽宁的一些大叔大婶 70多岁 还在可以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同时还能参加马拉松项的比赛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像这一次参加这个迷你比赛的选手 有7500人 所以在7500人当中 夺得第一名也还是不容易的 而且我们看这次迷你的 这个整个的路线的这个距离 其实是拉长了 这种设计其实也是很精湛的设计 就是说可以拉近和半马的距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些参加迷你马的选手 每种明年就可以参加半马 晋级一下 对对对 就像刚才这位选手说的 明年参加半马 或者是学马 因为对于大众健身的跑者来说 8公里到10公里只是一个起步 就每天的跑的起步 就5公里基本上就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出去 都可以跑5公里的这种 就是比如说年轻人啊等等 就40岁以下这种 所以5公里没什么难度 8公里稍微来一点 来一点佐料吧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对准的是我们的领跑的第一集团 领跑第一集团 截止到目前为止处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切龙格斯 然后处在他身后的是另一位 来自 另一位应该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叫做 初五八 这几位选手 我感觉好像跟去年的选手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每年的话呢 经纪公司会根据他们所手底下的运动员的这个各个比赛的档期 尤其是各个比赛的奖金不同 您可以看到现在其实随着每年年底的马拉松年会一结束 所有的金牌赛事其实是呈现递增态势的 包括国际田连的铜标和银标赛事 这些分级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划分方式就是他们的奖金有高低 那这些经纪公司为了赚钱的话 他肯定要让他的这些黑人选手的跑者去跑更高奖金的比赛 那这样的话才会有收益一些 所以每年的话呢 现在这个经纪公司包括来到中国参与比赛的 挣这份钱的这个黑人跑者现在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就是跑在第一集团的领先位置的这些选手呢 其实没场比赛就都到调话 这个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镜头的右边呢 是女子全马的这个 对女子全马的领先第一集团的 顶在最前面的选手 另外呢 再看一下这次组委会给大家做的一些服务上面还有一些升级 刚才我们说的是G测媒体手册方面升级 这次还提供了自助选号的服务 就在报名的时候 这个号码簿你可以随机选择自己喜欢的号码 在固定的一些几位数字当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数字 而且是先到先得 就要像我们在这个一些航空软件APP上面去选那个座位 或者电影院选座 我先选了这个座位了 那这个座位你就不能再选了 对 然后呢 但是这种号码给予选手们的是一种 比如说它比较吉利 比较吉祥 有利益的数字 对 比如说像乔丹的23号 科比的24号 它还有球员对一的这样一个号码的退役仪式 对 这样的话呢 这种仪式感和存在感就会增加 对 说到这个选号特别有意思 网上有个推送啊 就是有关这个马拉松报名的 所以写的是这个标题是 你以为你报名了就可以参与了吗 有不停的抽中啊 是 有抽签 对 抽签 而且那个就是抽完签之后再交签 以前最早的时候抽签的时候 先交钱再退款 是 后来觉得这种方式要改变 但还好 我希望就是我们金州马拉松 能够有抽签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这说明我们很强熟 我估计明年可能就差不多 对对 去年一万 今年两万 估计明年要到三万四万 三万基本上就是国际田连 银标赛式的这样一个配备了 就是已经到了到了三万的水平 波士顿马拉松 纽约马拉松也就四万 是的 然后我们的目标好像是就是争同牌赛式 应该是国际田连同标赛 把我们的金州打向国际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这次呢 还给观众朋友们 就是给这个我们的跑者设计了 这个完赛的披风 其实它就是一斗 然后可以罩在头上 然后可以披在身上 保暖效果特别好 而且它那个整个的材质 其实很亲近肌肤的 而且后面呢 是我们这次金马的logo 这次金马的logo 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下方的标志 就可以看到哈 这个金周中间一个横 就把两个字串 这个设计的特别好 我觉得就是汉字 以及整体的这种西方设计感 完美融合的一个体现 这个logo就在我们的这个完赛披风当中 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挺需要披风的 因为就是身上是湿的嘛 风一吹的话 带走体温特别特别快 在这种情况之下 照上一件外罩的话 能够保存一定的体温 防止感冒 去年好像是没有的 去年太热了 今年所以我还觉得 我们的这个组委会很有前瞻性 非常细心 是很有新年 非常好 而且还有今年的这个吉祥物 据说是这个 十手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一个 迷路 对 迷路的保护动物 弄成了我们的那个吉祥物 说了迷路 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给我们介绍 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迷路啊 他是真气动物 全世界现在只有六千头左右 那么那个中国有五千头 因为以前我听说迷路 好像在中国还曾经是非常濒临绝种的 引进到国外 后来又回来 他这个迷路的 他的发源地是青州 这是楚国这个古云木哲啊 那个古师父 孟哲 对 那个汉代的一个文学家 司马相鲁 他有写了一个子虚妇 他在这个里面 他强细地描写了 这种云木哲大地上 迷路遍地 这种真气动物遍地 后来呢 那就是作为这个战争啊 包括一些这个 自然环境的一些变化 粮食的不够啊 最后把它吃掉了嘛 最后八个年龄的时候 最后把残层的 对 有一些 有那么几头 给引进到国外 弄到英国去了 繁殖成功之后 再给我们又一次 现在在荆州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长江孤岛 它这个迷路保护区 这里面的迷路呢 有一千多头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野生种群 就是说 我们去 我说的这个五千头六千头 它是有很多在公园里面 在这个动物园里面 对不对 它是人无吃养的 但是在 荆州的死守 自然环境下繁殖 它是在自然环境下繁殖 你比如说 我们像我们现在 有些地方 我去看过 你走它很近 二十三十里 它都不动 但是在死守 我们的这个野生迷路的话 例如它 它有个安全距离 比如说 三百公尺 多多公尺 你人一到那个地方 它马上就跑掉了 你追都追不上 无人机都很难追上 好像让我们想到了 当年修青藏铁路的时候 保护藏羚羊的感觉 但是在我们荆州 这说明了 生态建设 这个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意识 现在我们所体现的 努力的成果 现在显现出来了 说到麋鹿 再稍微给大家带一句 麋鹿又称四不像 在我们著名的这个小说 许忠明写的《风神榜》里面 江子牙骑的那个座脊 叫四不像 其实就是麋鹿的化身 对对对 确实是我们国家 独有的一个动物 这次作为了我们 荆州的吉祥物 其实我觉得荆州 有很多独有性的存在 包括在中国礼法的 传统理念上 天无二地 国无二土 但是因为荆州这块 天下腹地之地的争夺 愣是产生了 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地方 有三个皇帝 同时顶足而立的 这样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次的这种存在 我觉得这就是 荆州这块战略要地吧 被这个历史赋予的 被地理环境决定论 赋予的这样一种奇迹 他不是一个 德荆州者 德天下 没错 对不对 因为本身就是 长江如果说 要把中国一分为二 分为南北的 南北两块的话 那么荆州所恶的 这个长江的咽喉要地 横贯东西 纵贯南北 它是一个旋转门的 一个存在 就像你现在 我们在现场 听到你在现场 那种这个解说的时候 也是谈到这个 荆州的战略要地 的确荆州 它是中国之中 湖北之后 对 它是处在一个 几何中心的一个位置 处在荆州大地的 灵魂位置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你把中国地图 对折一下 再对折一下 它几乎就在那个 因为酒吧抗洪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分红区 其实导致了我们的城市 因为分红区的 功能区位的问题 很多交通的时候 其实是被迫要滞后 但是这些年 终于我们看到了 荆州交通的便利性的 这种新时代的 一个到来 我觉得这是荆州发展的 又一个奇迹 包括在刚才起点的时候 我都在说 就是荆州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说了 横贯东西 纵贯南北 其实它之前在历史上 为什么繁华 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十字路卡的地方 大家从北向南 从东向西 任何一个区块的位移 全都经过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 无数的天下英才 在这个地方 蜻蜓 碰撞 然后演绎出了一个繁华的经过 现在马拉松 今天也是 把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的跑者 汇聚到这里 而且这些跑者 不是一般的普通群众 他们都是在生活当中 有积极追求生活质量心态的 而且刚毅的 能够战胜马拉松 这种距离的跑者 来到这里 我相信能给荆州 带来不一样的 全新的感受 能够把这里的人 也带进去 就像陈陈所说的 确实是 全球各地的跑者 来到荆州 有湖南湖北 然后还有重庆的 很多跑团 昨天我发个朋友圈 就聊到了 这个咱们荆州的马拉松 立刻就有重庆的网友 就说 有重庆代表团 来到荆州 没错 我当时就是 我说在直播里头 一定要热情地 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想还有香港 台湾的 都来了 我觉得是这样 您看 北巨汉免 历尽南海 东连无快 西通巴蜀 作为巴蜀 其中之一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江上通道 我觉得穿鱼的朋友 来到现场 本身就是比较便利的 而且我觉得海峡 海峡两岸也好 或者是全球华人 有可能愿意来荆州跑的话 主要就是因为 从宇芬九州 一直到最后的 楚国颖都 季南城 颖都的建立 包括三国的文化 其实我们更多的 都是看到 就是荆州在世界文明的 这种影响当中 在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上 它是有品牌象征的 就像张老师 said 一个雅典 的雷纪老暗 哥 过去我们中国是 黄河 黄河 是母亲河 对 那么 常见的母亲河的来例 实际上和青纸是有关系的 青纸的桥 考古大会 tested 好 好 我们看来现在半马已经开始冲刺了 来看一下半马冲刺的我们的应该是国内的大众选手 大众选手现在是到达终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关公议员 那么也是中大豪胜 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半城马拉松的终点所在处 我们的第一名选手是刚刚冲过了咱们的半马终点 来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选手 现在夺冠的心情是如何 您好 请问你是中国人吗 对中国人 恭喜恭喜恭喜您 现在跑完这个半城马拉松之后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今天天气真不错 因为昨天预报是要下中雨的 结果今天只是小雨 真的非常不错 我第一次到荆州来 那您对荆州的印象怎么样呢 昨天晚上到的太晚 谢谢谢谢 昨天晚上到的太晚 还没来得及去逛一逛 一会儿跑完之后就要去逛一逛 好的好的好 您是哪里人呢 我来是重庆市石柱县 就是石柱是旁边就是恩师就是挨择湖北的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这位重庆的选手也对他表示祝贺 来现在我们前方又已经高度起来了 第二名选手也跑过了我们的半马终点线 他已经走了 据说我们的第二名已经走了 现在冲过来的又是另外一名选手了 现在选手们跑完呢是全程21.0975公里的半马跑 他们跑完之后肯定是非常的疲惫 在我前方的广场上面呢也是有一个补给点 到时候选手呢就可以去那个地方休息来稍事调整 补充自己比赛中说相后的这样一个体能 好的主播我现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杨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前面我刚才说有重庆的这个 说曹操曹操到 对呀 重庆的朋友来到京州 确实他就是石柱县的 正好是石柱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说是石柱代表团一起到京州来参考 要么怎么人家敢这么高调的回应您呢 是吧 肯定是心中有底气 是带着自信来的 对三层的朋友 是是是没错 对所以我们是觉得就是 而且刚才我们也聊到 包括李洋老师也问我说 这个今天这个天气会对成绩有什么影响 我们跟去年的成绩就马上就可以对比 去年哈 前三名一个是一小时零七分三十五 一个是一小时零八分三十五 一个是一小时零九分十四 也就是什么呢 第三名都比今天要快五分钟 所以您就看到就是 今天是十四分钟才完成 一小时十四分钟才完成比赛 慢了七分钟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去年啊 咱们前四名都是外籍的京都跑者 对 去年的第六名才是中国的跑者 叫李林东 一小时十八分十六 这么看的话 哎呀我们进步了四分钟 是的 所以刚才我们的记录也是 可能有一点不敢相信 你说你是美国人 你是美国人 要相信我们自己的 我是中国人 对对对 我本身这个重庆马拉松啊 在全国现在近十年当中 就属于全国最快的一套赛道 因为在2016年 重庆马拉松诞生了 是一小时十一分四十二秒 截止到零零七年以后 中国男子马拉松的最快成绩 就是一小时十一分四十二 两小时十一分四十二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重庆本身近些年 就被打造出了一个快速赛道 所以重庆的跑团发展得很快 是 尤其他们的实力也会水感浪高 是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半马的终点呢 其实是我们的观光议员 嗯 说到这个观光议员真的是 去年的其中年 哎 对对对 非常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观光议员呢 应该说是我们荆州城市的新地标 还有旅游景点 城市名片 而且尤其是这个世界最大体量的这个 观光的这个青铜像 嗯 重有1200吨 高市有达到了58米 嗯 这个哦 58米特别有意思 是寓意着观光这一生度过了58个城市 58岁 对 说到观光文化 我们的张老师肯定有很多要说的 其实就是说 荆州的观光文化 它是比较独特的 嗯 就是说观光它不是出生在荆州 对 但是它的观光精神的形成 它是在荆州 嗯 而且真正成为华夏名将的 就或者是作为统帅成为华夏名将 而不是单挑成为华夏名将 就在我们这 对 它就是在这形成的这种观光精神 那么除了刚才 呃 王运说到的观光议员 我们还有中国四大观庙之一的观地庙 对 还有位即为天下地义 观议呈 观议呈 对 我们还有两百多处 观光和三国文化的遗址 对 没错 因为荆州这个地方 真好是三国时期 就是大家胶着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嗯 观光也被誉为是 荆州是第一任市长 哈哈 打引号的市长 哎 没错 这倒是 而且现在荆州的那个城墙的修建 其实更早的时候 就是关羽在那先建的一个底子 后来在明清时候上 他建的土城 没错 土城是在关家人手上 对 对 也就是这个 夯土是在那个时候打起来的 对 他是三个方面来 第一 有明天传说 嗯 嗯 第二 有文献记载 第三 有考古发掘证事 嗯 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那他就稳活了 就是这个城 是关公所所持的 没错 当然后来 呃 这个朝代的不但变化 现在的荆州古城 但是 无论它底子怎么变迁 现在荆州古城的这个 这个城墙的墙基啊 几乎还是在原来 没错 就是位置 位置没有 没有变 几乎没有变 而且说完了 轮廓是一样 对 对 几乎是一样 他出来过别的地方 由于水的问题 嗯 不是曾经 曾被水冲过嘛 红水冲过 没错 所以说他在修复的中间 稍微有点变化以外 其他都没有 其实他的这个城墙的修建呢 非常在中国 一些建成的 这种古典建筑史当中 有非常强的意义 我记得是 之前看过资料 应该是1778年 乾隆53年的时候 我们的地方 曾经遭遇过一次洪水 淹死了当时 一千多个老百姓 当时也是因为 天灾家人祸造成的 当时的这个荆州城墙 其实他就是 把这个城墙改的 不是那种四四方方的 它是有点像船型的那种棱角 然后每个里面都会有瓮城 都会有防水的这样的建设 这是在中国的城墙建筑史当中 独一无二的存在 是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屏幕的左方呢 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的 是观光圣像 我们常说它是 双目微 熏不怒而微 而且是这个 侧身迎风而立 右手边是 拖了一把七十米的这个长大刀 而且我必须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创作者呢 是当代艺术大师 北京奥运福娃的设计者 韩美玲 韩老先生 韩老先生为了这件作品 也是多次来到了荆州 同时对咱们荆州的这个资源 是暂不绝口的 没错 而且这个就像当年水焰七军一样 你看下面站的这个机台 就有点像一个船的造型 就有点像当时在这个啊 小土坡上吧 唐德勤柱的那一幕的感觉 这个风吹的 或者说有点像当年单刀互惠的这个意思 有有有 他这个形象 你看他就是个战胜的形象 是的 是一个这种英雄 所以大家要来旅游的话 一定要来我们荆州来看一道 能广播文化 还有很多的遗迹 刚才王老师提到说 哎 双目之有神有威 哎 他还是一个单眼儿 哈哈哈 欧巴今天流行啊 哈哈哈 啊 这现在出现的画面是我们的荆州博物馆 嗯 去年来荆州 第一次来荆州的时候 还专门去 啊 博物馆去参观 感受怎么样 啊 感受非常的好 就觉得就是 啊 这个地方 尤其他在荆州古城里 嗯 我觉得那个韵美 包括里面的东西 很值得大家 对 它里面非常多的珍贵文物 是 啊 就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那个 就是说 呃 荆州文物的中国之最 嗯 或世界之最 就是说一件文物 它呢 是中国最早的 或甚至是世界最早的 嗯 这样的文物 大概接近有100件 嗯 比如说 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 修花胆裤 嗯 最 第一 第一支 我们细称为 合子炮的 就是说 莲花鲁鸡 嗯 嗯 这个 莲鲁 莲鲁 对 诸葛莲鲁 对对对 最早的 啊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最早的看到了 那个扇了 竹扇 竹扇 竹扇的扇子 2000多年前的 跟新的一样 嗯 包括我们什么 比如说 第一双 马鞋啊 呃 第一根 红衣针啊 嗯 就是等等等等的 有意义 大概接近100 我信 因为现在这个做 具体数字法 我现在还没做出来 我现在做了一个 因为经过了这个 我们啊 很多人共同的这种 努力啊 让我们这个 显变成了美 也让更多的 呃 外地人了解到我们 荆州的这种水文化 嗯 呃 在这个片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 整个水的这个颜色 好像有点像这种 白浪飞沙的那种颜色 是 碧蓝碧蓝的感觉 对 所以现在对于 荆州来讲 根本就没有水换的 这个概念 是的 是的 非常的安全 他就是说 荆州 所以我们才能 放心的去发展 没有任何的掣肘 是 对 他就是荆州 它实际上是一个 江湖环报的 这样一个 人水相依的 这样一个城市 嗯 他的这个过去 刚才汪月讲的 过去是 万里长年 险在京江 嗯 防径是 荆州天大的事情 是的 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万里长宝达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他那个踏击 他在地下 十米左右 对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河床 它是在 排高了 排高 是的 过去的话 就有着 叫什么呢 京江这一旦的话 是地上悬河 嗯 船在 房顶上走 没错 就像开风似的 对 住人的地上 对 那么 在京江以后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巨资 进行的修正 再加上 三峡大坝的 调虚红以后 对 京州的防洪 这样的标准 在过去的 比过去 增加了一倍以上 没错 基本上是万无一失 所以说现在有万里长江 美在京江之作 98年那件事情 过去以后 包括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是 没错 客观上面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的 就是相对来说 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但是现在当这件事情过去以后 我们再回望一下的话 依然感觉到 其实98年的这种抗洪精神 以及 京州为了让京江大帝 显布 能够让它稳固 能够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其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也保存了我们京州的生态之 的环境之 没错 而且现在那个长江大保护 实际上是京州发展的一个一个机翼 一个机翼 这个长江啊 包括这个 作为我们现在的京州 就是以前的南郡江陵所在的地 这个一般来说 北方由牧民族南下 或者侵占南方的最经典的一个路线 就是从北边一打通襄阳 然后南下就把江陵拿下 顺着江陵才能把南京供下来 而不是直接从这个就是北方 直接跨长江攻南京 来这个跨越天下显要的这个长江 所以说京江那个药地 自古以来 也就是京州 也就是江陵 它对长江的 长江对它赋予的这种意义 对 对 是的 其实面对长江 面对京江 面对我们的母亲 和我们一直都在探索着一条 治水与发展之路 应该说 我们常说 都说 亲不亲家乡因 有33万分红区的人民 是蛇小家宝大家 很多人是寒内撤离家园 与全国人民一起铸造了万众一新 众志成城不怕困难的这样的一种伟大的抗洪精神 因为如果这个地盖 如果是没有守住的话 整个的湖北地区的话 可能就成了泽国了 确实是这样 千百年来 大武汉你就不能保住了 对 因为它的地势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低的 对 应该说我们是走过了一条 非常漫长的治水之路 才迎来了今天的这种 波浮安然的这种梦想 其实整个的长江富于荆州的还有一个意义在古代当中 尤其是古代的这种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变迁方面 一开始都是在北方 那从基本上从这种楚汉之争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慢慢的往南方走 荆州其实它是一个由北向南迁的一个过渡带 所以说包括在三国的时候 黄金无论是绿林赤煤加上后来的黄金起义 北方真正成了恶嫖遍野的时候 荆州为什么依然人本昌盛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经济没有受到破坏 当北方在战乱的时候 荆州依然是处于好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在这里 依然自得的在发展 而且北方的人才向荆州之地聚集 因为他们必须要通过荆州才能进一步的去南下 很多人就留在了这里 所以在三国的时候包括刘表治下的荆州 这个地方文化昌盛经济灿烂 其实非常对我们还有一个例子是吧 就是古代四国的时候 荆州的地方官员叫高继兴 高继兴 大家都当皇帝 我也当一个皇帝 你说就这么小小的荆州这个皇帝 他短了五六十年的时间 主要是因为有险和守 他原来是后两首将高继兴 然后在公元912年的时候 他把这个土城建成了砖城 这个砖城是他建的 当时那么多大的国家 他能够保住 来我们看一下半马的女子的第一名选手 应该是已经到现场了 用时一小时三十分 来跟去年稍微对比一下 我们的这次又是我们国内的大众精英选手 率先到达终点获得了半马的第一 这今年的进步就是大 去年男子前五名都不是咱们的人 女子的前三名都不是咱们的人 今天男子女子的第一名半马全都是咱们的人 而且去年的成绩是一小时三十分二十四秒 跟今天差不多 所以在今天听起来讲 对他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证明什么水平提高了 金马在督促着大家 这个跑步的水平在不断地往前走 刚刚我们的女子也是冲过了半马的终点 然后她现在是冠军赛在我的旁边 我们来采访一下她现在的感受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彭越林 今天作为冠军的话感觉怎么样 蛮幸运 只能说幸运 因为我昨天才在襄阳拿了第四半马 所以说我今天感觉好幸运 能够 我本来是想第八 结果今天来了一个第一 太荣幸了 金州赛道特别好 是不是觉得金州是你的有福之城 有福有福 我昨天还说襄阳是我的有福 原来这才是我的福地 好好好 你是来自哪里呢 宜仓宜仓 那宜仓是吧 那么对金州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古城 古城是吧 好 在这里呢 我们也祝贺我们的女子第一名 跑得是已经非常累了 现在她要去往我们的休息点了 好的主持人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湖北的女跑者 不让须梅 这个拿下 终于是我们这个本省份的我们的跑者 拿下 我看她通过终点以后兴奋的 然后在原地转圈 然后再庆祝 在想我是第一个是吧 前面没有老黑是吧 因为今年老黑来的也不多 我们看女子 陈马现在已经刚刚到达了25公里处 正好我们看就在这个 马上前面就是荆州长江大桥 就刚刚过了荆州长江大桥 现在往荆江大堤 再行进 好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 这个一路跑过来 现场的氛围还是挺好的 就像陈彤老师刚才所说 虽然今天下着雨啊 但是沿线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打着伞啊 这更让人感动 对啊 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 所以现场氛围究竟有什么 我们可能是通过 比较小的这种画面了解到的 那现场呢 其实是我们有记者在现场 能够也会给我们 发回一些有关 现场氛围的一些报道 嗯 其实现在在这个赛道上面跑 真的是心旷实力 特别美 空 哎呦 滚船江 在雪日红和尹 这个日红路的交汇住 也是边陈彬马 是走的地的地方 这会儿呢 外面还没下雨啊 之前是已经很热 但是这会儿 我本着是因为 我们现场的这些选手 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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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感染了 啊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了 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个选手 一个是 他们的脸上 我现在已经分布 到底是汗还是雨水了 那最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正在努力地喊着加油的 我们的姨妈们 他们是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 就到了这里 然后一遍一遍的排练 一遍一遍的跳舞 然后就是想把 最有机器的一面展示给我们的学生 而且刚刚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 让我们印象深圳的细节 就是在我们的学中里面 他跑得特别的出风 然后有的呢 相互的交流 而且还有一位 就是 两个人 牵着手 而一男女 牵着手 就是让我们印象深圳 他们在一种跑步的事情是 他们的体力是一种考验 那么在这一次的机场当中 那我们也就是 安排了很多的训练者 其中就是我们的同学 就是学院的 我们学生不为医疗机缘者在这里 但是现在呢 在我的身边 我们这位小朋友 每一百米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医疗机缘者在这里 来 说一下 很大声音 你是学校安排和自己动员 我来放你进去 你为什么会想要去 跟他这样子 那就是 这是你们想要去 那就是 蝉蝉流水 振振花香 树影婆苏 庭院悠悠 一方愿落 万千世界 古字里的情节 记忆中的愿子 楚天都市一号院 传承园居文化 吸取院落精髓 尝试领跑者 中大好胜 群心院系列座 楚天都市一号院 为超越而来 刚才呢 王陶芳是在这个金江大地那个那一块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呃 其中说到了一个词 姨妈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 陈诚老师就笑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外地人或者是不是咱们荆州人说到这个姨妈的时候 大家是觉得哎 怎么是这样呢 妈妈的姐姐或者妹儿 对对对对 你要知道 也知道在咱们荆州老姨妈精神尤其沙士老姨妈精神 是呃特别值得我们去推崇的 嗯 为什么这样讲呢 沙士老姨妈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很多人说沙士老姨妈爱管闲事 啊 对 热心肠 哎 对 但是呢这个爱管闲事放在工作当中放在生活当中它就是一种热心肠的表现 没错 啊 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都伸伸手啊 这个而且我刚才笑就就觉得欣慰啊 为什么不跳广场舞了 哈哈哈 来挑战更强的运动了是吗 太好了 欢迎您 今天取消广场舞 谢谢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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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荆州荆州的一个节日吧 我觉得除了电视台不放假 其他部门可以放假上赛道了 是 大家早上因为封路嘛 基本上很多单位都不上班 是的 是的 我们那个就是来到荆州啊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其实觉得更多的跑者刚才在起点的时候大家觉得来到荆州这个地方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心目当中我们这一百个人心目当中有一百个汉姆雷特那其实一百个人心目当中有一百个想象的荆州因为它的存在感实在是太强了 包括跟张老师说三国演绎一百二十回出现荆州的有七十二回啊这个存在率超过了百分之六十这个存在感实在是太高了 因为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地方来来来进行的 所以就感觉就是每个人心中从已分九州的时候就有荆州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对很多朋友来讲是文庆三国是每月到荆州 所以这条赛家其实就是我们与书中的经济我们与想象的人的经济心中的经济在现实的那里面 因为我们倒要看就是一直熟悉的这个城市 其实我们刚刚说一直在长江边上在跑 因为这条路呢应该是非常美的 那同时呢这个长江也是孕育了我们的荆州人民的 同时也孕育了很多的美食文化 你要说感受荆州其实在荆州真的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江鲜啊 是我们的美食 你包括这个早堂面也与这个长江是有关系的 我们荆州过早的这个地方是一种事 对 荆州过早有 这个一直就没没太搞明白 其实是这样 其实这样因为荆州沙市区啊 刚才我们说到沙市老人马精神 沙市是一个码头城市 所以那个时候的码头工人呢 为了能够比如说那个开始干活 早上必须得吃好 所以这个早堂面呢它是用鸡架的 然后鲜鱼鸡肉还有猪皮等等熬制的汤 而且咱们的酒也是黄酒 不是黄酒 不是黄酒 这个不是黄酒 说酒张老师是 来来来跟我们说 熬成了汤之后 然后这样的这个早上的这碗面条可以供给他们一整天的这个劳作 那个时候其实除了早堂面还有碗糖面 还有碗糖面 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是我们把这个早堂面就是一直放在这个早上了 碗糖面就没有了 说到这个美食文化真的是 跟人说这个荆州的是三十天吃不完这个早点的那种 是来张老师给我们讲讲那酒是什么酒 给我们外地人讲讲 这个荆州的这个酒它不是黄酒 它实际上就是说它是这个粮食量造的出来的酒 这个酒呢 像王爷刚才讲的那个度数它是比较高的 那就是经过提纯了 经过蒸馏提纯了 那应该就是六十度左右的酒 我要不说 我说刚才 他这个码头工人嘛 他不是长期在水面工作吗 对 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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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个北京 你看那个二锅头 是 对吧 那个三十三工人 他那是要提防我们那是大风 对对对对 跟他那个有差多的那个意思 这主要是寒 你看啊 其实跟马拉松的补给其实一样 你看刚才这个我们那个早堂面 里边还有肉 这就是动物蛋白 有面 这就是碳水化合物 是 来点酒的话呢 里边有能量 为什么呢 里边有糖分 然后还能喝了之后呢 能热能抗寒 这跟今天整阵的马拉松的情况能看得像 那你的意思是否马拉松的选手在京东西 其实还 吃多点早酒 早上面就好 其实我觉得高度酒可能还不行 但是打个比方说就是这种 真正十几度的这种酒的话 米酒之类的 还真是可以有 第一可以补充糖分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 可以让身体能够热起来 第三一个可以让精神更亢奋 在德国就有慕尼黑啤酒腌肉 所以说这东西还真是在国际上曾经流行过 我觉得以后京州还真可以动动脑子 今天有米酒 你说这个米酒 湖北也有米酒 对对对对 鱼米之箱嘛 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补给啊 您要不您看这个老百姓传统的智慧和现代马拉松所讲的这种所谓的饮食科学性 其实都是一样的 完全严丝合奋 是 明年的马拉松我们就每人提供一碗澡堂面 一杯米酒 对没错 喝完澡酒就 创世上路了 我们现在看哈 现在比赛开始了一小时四十分钟 按照现在我们行进的这个方式呢 应该选手到达了差不多三十分里处 就是金江大堤马上要拐到三弯路 江金路这个区域就进入到沙市这个地段了 今年的这个赛道改革啊 其实就是他把这个沙市这边的路段 其实是加长了一些 而且去年呢主要是在这个这块区域 就是往这个体育馆的这块区域里面 江金路这块吧 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折返 今年呢是主要主打了一块金江大堤 我们往南走一走主要体现长江 体现我们金江大堤澄清发生的这些故事 再一个展示今天的生态建设的成就 是绿水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嘛 这个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哎呦这个是真的是一直在脑子里头 在飘荡的这样的一句话啊 是 确实 因为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荆州 说到沙市 因为我们刚才 陈陈老师也说到 把沙市的整个赛道是延长了 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 更多的观众朋友了解我们 其实沙市很重要的 对 这是近代工业以及码头的起源 因为以前的这个大宗的这些商品的运输啊 包括大宗的建筑原料的运输 来开启工业化 最好的经济省钱的办法 就是通过江越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沙市先起来 再加上1895年的马关条约 就把重庆沙市苏州杭州 一起开启工业 对 那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是客观上 也促进了沙市的一个发展 对 因为当时沙市是在民国时期 拆政见识的 其实当时湖北省只有两个城市 一个汉口是一个沙市市 是 这个确实 这个当时沙市一下 当然也是客观上面吧 通过马关条约 一下子让全国都知道了 还有沙市这么个地方 对 那当时沙市的防范程度 被称为小上海 不是小汉口 不是小上海 对 然后看口差不多的 而且在改开放初期的时候 沙市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快 第一拨起来的时候 当时叫明星城市 是明星城市 当时1978年是形成了 一大批的这种纺织工业企业 机械工业企业 轻工业企业 所以就是立马让沙市成为了 全国非常知名的 著名的轻仿工业城市 没错 所以您看 这个赛道现在 我们首先从起点 我们起点马上就是到了 首先就是往这个 荆州古城前的这个方向来走 又路过张居正故居 我们看看这个地结人灵的这个地方 它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到了古代之后 又来到了近代的沙市 又来到了现代的金江大堤 又来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区 最后在荆州体中心来进行结束 就是整个从来到现在完成了一次穿越 对 建到了一个42.195年里 建到了2700年发展的荆州 从以前到现在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赛道的满上程度 其实更高了 而且再一个我之前就觉得就是 还听说呢 就是咱们荆州这个地方 历史前的2700年 包括孙叔敖 包括吴子絮 包括后来一直到张居正 我们出了很多的名像 宰相 138个宰相 知道为什么呢 我之前也在写 为什么会出现在金钟会有这么多宰相 因为它是中间的 它跨分南北 经营东西 那这种情况下 它四方汇聚 了解的多 观天下大事 在这个地方汇聚着 这是一个 而且有平衡的意思 南北平衡 东西平衡 这一平衡 要不您一碗水端平的功力比较高 要不您来干这个宰相吧 中庸之道 没错 很符合中国的儒家典学的经典 所以我就之前一想 为什么宰相出现在这儿 尤其张首辅 后来一想 原来是这个地方 原来出天秤座的人才 张老师觉得是什么原因 他说的这当然是一个方便 我觉得还是文化的底力 对 深厚 没错 对不对 南北交织 您想一个过渡代 王谢元宵 衣冠难渡 主要就是经过我们荆州往南海走 开启了这个经济和政治中心 老南载的这个仙 序幕 所以说经济有海拉北穿的这个胸怀 没错 对吧 在这个状态下培养出来的人才的话 今天我就说 我说经济在今天是什么特色 就是从古到今 经济是什么特色 经济是站在中心包容四方的一个气质 同时还有荣贯南北 奸济东西的货 我说这就是 也许我们在下一个时段 去找荆州 接下来怎么发展的 去向的问题 我觉得 依然还是要有广阔的心心 去把四方的人才 通过我们的这个地理的优势 聚集过来 我觉得才是荆州的内海 我们现在的荆州的确是在下大那些招财引致 那时候我们荆州也不缺乏身居小城 胸怀天下的那些人士 哎呀 本来就是一个天下知名的城市啊 而且从古到今这个整个的智市 荆州的名字变得 其实有的时候变成江陵 有的时候变成南郡 有的时候这个 还以这个京乡来称呼 很多时候它在变化 包括以前还改名过金沙市 但是一提到我们这个地方 荆州这个概念 从来没有被人磨灭和忘记过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包括在起点的时候 我还跟跑者互动 有这么多理由 作为荆州人 大家自豪吧 大家说自豪 我看下面的荒唬声也是一片 大家互动的都非常好 而且主要还是我觉得 主要咱们电视台安排的好 为什么 这个现场互动的好 主要是因为荆州的跑者们 镜头感太强了 现场有一个大摇壁 摇壁聚集到哪 摇壁摇到哪 然后跑者聚集到哪 然后赛道上面 左半边都没人了 摇壁摇到右边的时候 全到右边撤 我觉得这个真的 我说大家的这个存在感太强了 这都是经过我们不断的训练出来的 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通过没准 通过这样的平台 让大家在赛道上面 更多的表现自己体现运动的存在感的话 我觉得荆州会更加的活泼一些 所以我看你在开场的时候 不断的好像在委婉的提醒大家 快速的通过齐链 是所有人都在 所有人都聚在这个摇壁前面 我的天哪 我觉得很壮观 领导人也很开心 有的人在跑 有的人在走 有的人在自拍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新时代的 我们市民的这种感觉 像以前好像见到镜头 比如说90年代可能李老师 汪老师上街头去采访大家的话 可能大家还都躲着镜头 是 哎 现在镜头在哪 我们的脸就在哪 对对对 它这里面还有个原因 嗯 还有原因就是说 荆州电视台这个节目办得好 是 它的影响力大 现在不光是荆州市的市民 包括周边地区 啊 它都是收看镜头 没错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受众覆盖店 有2500万 是 江汉民 它远远超出了 金州辖区的这个范围 哎 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 以李老师 汪老师为代表的 优秀的媒体人 在这个地方 而且还有我们后面的啊 我们直播团队的 这些经验非常丰富的 大家忠于电视行业的这样的 优秀团队在这个地方 其实本来夸奖我们 我们特别想谦虚说两句 但是 那还是咱旧坡下驴 就接着说了 对 确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 也是我们金州电视台第二次 承办如此大型的这个赛事的直播 我们金州电视台是派出了 海陆空全方位的团队 这百人大作战 来完成的这样的一场这个直播 我们也是希望呈现给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啊 现在是网络无国界了 这个手机端的这个 所有的用户朋友们 所有的网友们能够感知到咱们金州的魅力 能够感知到金马的这种活力 是 呃 所以说我就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视情怀 依然是在在一个就是这个媒体人的这个责任心啊 还是体现的特别好 尤其像我们呃 所谓这个金州应该算是三线城市 那我们现在所提供的这样一个马拉松的直播团队的这个体量的谅解 其实相当于一个很强悍的省级卫视的一个直播团队的设定 因为在全国做了呃百十场马拉松直播那么由三线城市的我们本地的电视台呃非常这个重视以及呃大的力量的投入而且这么宏大的力量的投入而且体现的是这种统筹的能力的问题这方面我觉得金州确实是不多见的这种意义 谢谢陈陈老师的夸赞所以我我就觉得这个今天啊应该我们尤其荆州周边的观众应该多赞助一下我们的收视率啊 而且通过收视率最好是明年更多的大家都来到赛道上面大家一起来跑这场荆州马拉松我觉得是真的很有意义 去年的这个马拉松的直播我们是创下了一个收视上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几对超过了这个春晚的这个收视率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这做成了像日本的香根异传或者像英国的祖总碑美国的超级碗一样的这个感觉哎我们就要打造这种地狱性的体育的收视名片 所以我们听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打造我们的金马的一个名片 是的哎说话之间我们的比赛现在是进行了一小时五十二分钟 基本上大家是都来到了包括女子马拉松应该在这个时段也已经过了三十公里了 对过了刚才是我们已经看到呃第一方阵第一阵营的是已经从这个金江大堤上 已经呃来到了五名 应该是已经到江金路了 是从三弯路到江金路了 嗯但是雨呢还是没有完全的停下来啊 今天的这个水运文化真的是让我们哎 这个江上和路上连成一片 嗯其实我觉得在雨中跑步啊 我这个突然想起 其实很畅爽的感觉 突然想起这个苏式的这个钉峰波 嗯就是默听这个川民这个打夜声 然后这个呃 叫 合房 合房这个吟笑且徐行 没错没错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然后 对 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跑者当中啊 很多 真正水平全马在四零零以内的选手 真的是平常周迅的量非常大 嗯 无惧风雨 无惧寒暑 其实都在跑 呃我们其实基本上平常的时候 只要这个 雨不是下的特别大的话 一般情况下 都会出去完成今天该演的跑量 嗯 那其实像很多观众朋友或者说 呃经验不复复的跑者啊 其实特别想知道 嗯 像比如专业的选手 他们的周训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呃一般来说 打个比方说四个小时 马拉松想跑到四个小时啊 周训量量能达到一个200公里左右 其实就可以 那200公里你想平摊到四周 嗯 一周五十公里 嗯 等于一周如果跑五天的话 一天也就十公里 嗯 这就是一个比较起步的一个阶段 就这样的话 如果您速度再加一点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四小时完载了 嗯 昨天包括咱们的兄弟城市 襄阳哈 举办的这个马拉松 哇 水平非常高 五个小时以外 没什么人了 哦 基本上五小时以内 绝大部分的四千名的全马跑者 基本上完成了80%的 就已经完成比赛了 这个水平很高的 所以我就觉得湖北地区的这个跑者们的这个我们的段位啊 哎 值得期待 昨天包括这个省体局局长也在跟我聊这个事情说 呃 觉得我们那儿这个长跑怎么样 我说 呀 我说现在我们的中国的长跑缺乏箭头人物啊 我说咱们的大众基础打的这么好 完全竞技有可能再更上一层楼啊 啊 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个举行完这个省运会嘛 是吧 哎 我们还是觉得呃 这个尤其我们荆州地区也可以起个带头作用 还有就这个这个季节我们看 郁郁葱葱的这种感觉依然还在 这在长江以北的城市是已经看不到楼 所以我觉得就是金马真的是 而值得我们各个方面去打造和助手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呃 现在一小时55分了 他应该在37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了 刚才说到了有关体育精神竞技体育 其实我们绕了圈子再回来讲到咱们荆州的有关体育这一块 嗯 比如说呃我们一直刚才在说马拉松 其实在我们荆州羽毛球 哎呀 陈龙 啊陈龙 吉金鹏 是 啊吉金鹏 我的天啊 郭震东 是 哎呀真的 这个是有羽毛球方面的这个深厚的底蕴 对对对 有这个 我觉得像有一种城市城市基因在 就是大家提到这个全民运动 是 跑步 羽毛球 这真的就是我们荆州人特别爱的几项运动 没错 嗯 这个张老师看完去年的金马之后 呃有没有今年呃这个训练 这一年当中有没有点这个活动的计划什么的 可以给您这个 比如说跟您同年龄段的我们的电视观众可以说一下 引戴一下他们 这个七年看了这个金马以后啊 嗯 至少这一年的时间 比如说我去淡殿 我走路 嗯 比过去走的更多了 是没错 走的熟度 更快了 是快走 对于山高的方法是非常好 山步 山步的方式 对 那么现在基本上是快走的方式 是 而且我在淡殿的中间 比如说我在明月公园那边 嗯 就看到很多 练长跑的 嗯 包括有一个八十多岁的一个老人 是 每天都在那边长跑 嗯 嗯 这个这个还是 呃 金马把金周人的体育的热情 嗯 应该是刺激它 或调动 把它调动起来的 嗯 来刺激一下我这个外地人 林老师和方老师 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现在荆州东 哪个地方是谁 特别适合跑的 嗯 明月公园 冰江公园 环境好的 给我们来几个 是的 冰江公园 啊等等 长江大地 中山公园 哦 大地上也可以跑是吧 好 再就是环谷城 没错 环谷城的外环内环 是的 这个顶上 啊 城墙顶上 两边的树 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切到的是男女 男子第一集团和女子第一集团 右边是男子第一集团 右边是男子第一集团 左边是女子第一集团 明显的看到女子第一集团 这个雨下的比男子第一集团 感觉要大啊 嗯 那边路上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 您能看到那个水激起来的雨点激起来的水花 对对对 啊所以说应该这两个人的这个路段啊 现在相差的还有那么几公里的距离啊 嗯 这个看来天上的这个云啊 固的在在女子的这个这个稍微靠后的这个位置 相对来说比较密集一些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出现冬边日出西边雨的 哎真的是 可能不大哈 我看呢 刚才那个男运动员看那些手表 是的 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尤其是在下雨天 他的配速是衡量不太准确的 因为脚下的摩擦力会降低 那么他呢 需要消耗更大的力气在落地修正的过程当中 来弥补摩擦力的不足 然后造成这个八地的效果 所以他的体能下降也会比较大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不会像平常在这个晴天跑步的过程当中 他对自己的配速衡量那么准确 他要看一下万表上的平均配速 嗯 现在是多少了 他自己是有要求 是的是的 他他对今天的这个成绩是有预设的 嗯 所以就是他觉得这个赛道大概难度怎样 我今天要跑到多少 比如说他希望我估计 可能也是瞄着两小时二十分左右的水平去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看大宇究竟对外籍选手啊 在冲刺过程当中的成绩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嗯 不知道今天全马的这个前三年会不会有我们中国的选手 哎 我还希望有但是稍微有一个不太利好的消息是什么 今天呃 比较优秀的选手呢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呃 李春辉啊 钱鼎斌啊 这两个选手在国内的马拉松的国内组当中 往往能拿到个第三名第四名的这种水平吗 国际组倒是一般上不了零点来 主要是因为今年的这个秦皇岛马拉松呢 呃 由于一些这个比赛出发方面的问题 呃 出现了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吧 就是拔掉了很多的我们的大众的精英跑者 就很多水平很高的跑者在内战当中呢 今年好像是被禁赛了 所以导致有二十多名 就我们损失了二十多名精英跑者 今年都不能再去比这些各个城市的比赛了 所以就只能是比如说各省的一些 水平稍微比他们再弱一些的选手 来参加到呃 之后下半年的比赛当中 而且还有一个呢 是从十月十一号开始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 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的批复 呃 已经各个省队的专业选手 都进入到了冬训期 所以他们现在呢 都在自己的省里面 包括国家队 西藏的林芝啊 包括这个云南的自贡等地呢 来来进行这个训练 所以他们是不能出来 进行我们这种城市的马拉松的比赛 因此呢就是 国内的选手的水平 参加水平肯定是 不是特别的高 嗯 所以我们就看今天前三名当中 也没有我们 但是我们在昨天在襄阳的比赛当中 第三名是中选 第三名哎 我就说昨天程前玉这 这位选手啊 很有意思 我们认为程兄弟 他是江苏省略来的选手 哎 结果他昨天去跑了 马拉松 而且他 从第一公里跟到 三十七公里的赛 当然是表对的 但是我们守住的 对 而且是国内的逼迷 啊 像他这样呢 属于极端个例了 现在各省队的 包括尤其内蒙队的 温唐纸教练 带出来的高徒 呃 右边是我们大众跑者的后面 啊 大众跑者好像还是在刚刚穿越的 刚刚穿越我们的城墙 对应该是小南门吧 啊 新南门 哦 新南门 新南门 新南门出来向着这个半马的地方 观光议员类的城墙 你们都过到 是的 是的 但是在影哭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长跑啊 它有很多这个跑马拉松 它有很多要求 可能说呃 有一个专业才叫撞墙期 是 对 可能说到这儿大家从字面意思上 报证能够理解 撞墙期是一个 呃 什么样的情况 那其实呢 呃 我们的记者就在这个 撞墙期的这个地方 啊 等待着连线 30公里多一点的这个位置 对对对 好 来有请我们的记者 领先第一集团 刚刚我们通过公里排看出来 现在已经刚刚通过了38公里 向着39公里来行进 是在西干渠路 嗯 这个位置 马上呢到到最后到江汉北路 它现在啊距离终点只有3公里 按照它的配速 应该在3分15秒的配速吧 那这样的话再给它10分钟 哇那今天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有进步 嗯 那有可能比如说两晚15分以内都能收官的 嗯 那看一下女子的呃 这个现在的行进的路段 应该会比男子要慢个5公里左右 大概在32公里 在江津路上 江津路这次有一段 3公里的折返跑路段 对对对对 过去3公里回来 嗯 一个六 这就是整个沙市地区 啊 对 也就是走到我们近代赛走 好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记者在那个 嗯 赵强西的那个地方 赵强西的那个地方 好来呃 我们来连线记者 所以我们 好的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2018金州马拉松的现场报道记者 江云雪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我们马拉松的34公里处 呃 那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呢 将会在前方的路口 掉头 然后来继续完成 他们剩下的8.195公里 而这段路程可以说是运动员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因为刚才也是主持人提到的 这段路程 选手们将会经历他们的撞强期 撞强期也就是 所有的选手呢 将会出现 因为体内的糖分缺失呢 出现一个呼吸困难 然后腿部乏力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管你是专业的选手 还是业余的选手 都无法克服 所以说这一段路程 也是最需要我们来加油打戏的 而我身边的也是聚集了一群 非常可爱的同学们 我们跟电视机团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哈喽 哈喽 哈喽大家好 你们是来自哪里的 我们是来自金州机械地的学人 就是你们前面那个学校对吗 对 你们今年读 几年级 我是一年级的 你们都是哪个地方的人呢 三次人 都是本地人 那你们是第几次在这个家门口观看马拉松这样一个赛事呢 我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 内心感受怎么样 十分的激动 还有高兴 我觉得哈肯定跟我一样 满满的自豪和骄傲 是的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场马拉松的比赛哈 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事 这是一次展示咱们荆州 荆州之美 城市之美 人文之美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们继续 哎前面有一位动员马上要过来了 我们来为他们呐喊助威好不好 好 好的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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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我还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现在呢 我们外面的雨是越下越大 地面也是湿白的湿滑 而且呢 温度也非常低 所以对运动员们肯定也是一个考验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也相信所有的运动员们都能够在荆州 在这个赛场上 跑出自己的好成绩 好的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情况呢 就是这样 五字里的情节 记忆中的院子 楚天都市一号院 传承圆居文化 写取院落精髓 尝试领跑者 中大好胜 全新院系列座 楚天都市一号院 为昌夜而来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应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刚才我们说到 他是在那个撞墙期的那个地方 34公里处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陈诚老师 因为刚才应雪有说到 无论是专业跑者 还是业余跑者 都会有 无一避免 对 那怎么办 撞墙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回忆一下自己的经历 其实就能清楚了 这个我和李昂老师一看 就是这个大学毕业很久了 对 汪月老师一看就是大学刚毕业了 所以汪月老师应该记忆更加深刻一些 这个 那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 这个八百米 女生是八百米体测 八百米 男子要的就是一千 要么就是一千五 一千五 对一千五 那八百米体测的时候 汪月老师跑第二圈的时候 什么感觉 体力不支 就是想 腿越来越重 腿越来越重 我是最怕跑的就是八百米 我宁愿跑一千五 三千 生不如死 这跑八百是最难受的 尤其是这个 咱们跑一千人 最后五百 你发现最后你都跑完一千了 就两圈半过 你发现 好像前面还有一圈 又加一百米 一个冲刺 这个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主要是因为这个撞墙期呢 就是我们在快速的肢体运动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很多的乳酸费量 也就是因为我们是燃烧糖原嘛 燃烧糖原的话 它肯定加热之后就产生一些乳酸性的酸性物质 那这些费量会堆积在我们的关节面以及关节窝当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运动 我们打个比方说 你要是在这坐半天 可能你腿就麻了 是不是这腿就暂时活动不了 是 也就说什么呢 养分全是靠血液来运输的 血液里面的养分又是靠氧气来运输的 在长期的运动的这种过程当中 氧气消耗很大 血液供应量不足 那么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身体的正常的生理运动 不会如之前平静状态之下那么灵活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身体的肢体感受就是很难受 使不上劲 而且身体发酸 发疼 还有呢就是喘不过气 呼吸困难 是的 因为供养不足 而我们的每个人的肺活量又不太一样 心肺功能又不太一样 但是撞强期会过去的 我要不说刚才我们的同事卡的这个点特别好 卡在34公里 一般的来说 选手的撞强期大概都在28到35公里 在31到33公里出现的时候是最多的 那么34公里往往是这个撞强期 慢慢的大家都已经适应了之后 身体呈现出已经可以抗衡这种 或者是适应这种低氧贫氧的这种状态的情况之下 而且也适应了乳酸堆积的这种难受的情况之下 身体会再度调整过来 速度还能再次再加上去 这叫做就是第二次呼吸 也叫做二次呼吸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长距离跑动的过程当中 所有人都会出现 高手往往他的撞强期来的会比较早 而且会比较的缓 就不会那么急 没那么明显 没错 这个越是训练水平差或者是体质弱的人 越是扛不了这个撞强期 所以撞强期要扛过去 还是要靠相当有就是相当扎实的训练工具作为基础 这是除了意志以外的这个孩子需要训练的 你想为什么我们去西藏林芝去训练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高寒寒高寒大区域 寒氧量小 就让运动员在这种低寒氧量的地方训练 刺激他能够适应更强度的缺氧的这个情况 哎呀在那个高海拔的地方去跑步真的是很难受 我前不久才去了一趟 去了一趟那个道成亚丁 哎呀在那上面 在那上面要走几步都很喘 是的 而且夜里面可能在平氧的状态下 你可能会头疼啊 对头疼 高原病等等 对所以我们的运动员 现在就在基本上海拔 现在是在2100米到2400米的这种地方 进行强度性的训练 嗯 最高可能会到2800米左右的海拔训练 这是现在世界顶级的肯尼亚选手才能承担的这种训练奖 嗯 在这里做给大家做一下游土的奇怪 所以我们的 这长跑的英文人叛了 嗯 嗯 好 呃刚才直播进行了这么长时间 有非常多的网友 在我们的无声金哥的APP上进行留言 呃评论席上非常多啊 有很多都是加油的 哎有单个加油的 咱们真的等会得把它拎出来 专门说一说 有说呃 呃 公本田陈凤年夫妻俩加油 祝全马取得好成绩 啊 还有小兔兔加油 谢谢呃 这个34公里处的直播员 现场直播是一目了然 啊 宋亮加油还比舅舅加油的 说风调雨胜的荆州 风雨无阻的荆马 呃 要圆满成功 然后说天公不作美呀 辛苦了大家 嗯 然后呢 还有呃 有说到 荆州活力之城 那是荆马来到荆州 让荆州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确实是这样 谢谢我们这些网友们的支持 呃 我们也希望和你们一样 呃为跑友们加油 为跑者们加油 嗯 没错 尤其这么多跑友啊 包括这次 我们可以看就是 其实组委会发的这些 就是官方的运动衫啊 嗯 其实是粉色的 而且是那种稍微有点发淡的 淡粉色 嗯 要不我就说之前 我们说认识荆州 我们一定会觉得就是 谈到荆州的时候 首先心里面会闪过一幕 荆州是什么样的主色 荆州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我觉得 让一般了解荆州的人回答 大家会说 荆州是泛了绿的青铜的颜色 荆州是被风雨吹打了千年的城墙砖的颜色 但是我们看今天 在考者的队伍当中 包括我们的宣传画面 嗯 在最后几秒钟的时候 各种彩色的方块 或招过来 我觉得 应该是现代的这种体力运动文化的理念 新时期的这种人文的追求 尤其是对运动的追求 给荆州这座几千年的古老城市带来的新的颜色 还希望荆州能够在以前的主色调当中 焕发出新的深细和色彩 现在的荆州是多彩的 是丰富的 是幸福的 是美丽的 嗯 我们看现在的比赛时间已经是一小时十二分钟了 距离去年的 两小时十二分钟 距离去年的完赛时间还有最后的六分钟 现在是已经北京时间的上午十点十二分 马上到十点十三分 现在的选手行进的路线 我们刚才说话间已经又过了大概五分钟 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四十公里了 嗯 那这样的话距离终点 啊 男子已经完成的第一名 应该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好 呃 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互动平台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的网友 就是带着各种打广告的心理啊 哈哈 这个广告咱们不能念 但是呢你们特别有意思 感谢你们支持我们无限荆州 支持我们荆马的直播哈 嗯 当然还有一些网友说加油 这天气真是难为大家了 风雨无阻 我超赞 还有朋友说 他是陪朋友 然后从武汉来荆州跑迷马的 结果我来了他没来 哈哈哈 就是为了让你来 哈哈哈 嗯 嗯 还有在家看直播 感谢工作人员 感谢裁判员 谢谢 谢谢我们的粉丝们的支持 嗯 确实应该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 包括我们的安保医疗交通等等 真的是要在电视机前 谢谢大家 嗯 没有他们就没有成功的 金马 是有很多人可能是彻夜没眠 没错啊 当然还有我们的直播团队 这个龐大的直播团队 哎在这个互动平台上有人直接点名表扬我们的晨晨老师 问哪里来的主持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好厉害呀 哈哈哈 跟你介绍一下 是著名体育赛事解说的解说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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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觉得就是 对这个地方还是依然的那么崇拜 嗯 陈陈老师对京都还是很有感情的感情 是是是是 从看春秋战国的历史到看三国的历史 哇这个地方我以前想的时候就觉得 他长什么样啊 嗯 嗯 没想到是通过马拉松这样的一个比赛来到我们现场 哎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像您以前小时候去看这些 就第一次接触比如说像三国志也好啊 三国演义也好就接触到荆州本地发生的这些 呃无论是历史的记录还是文学作品的记载和您眼前的荆州 您当时是怎么去认识它 就是在你想象当中和生活在旁边的城市 他首先是感到很兴奋 是 就是说在这些民众里面 嗯 他写的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家乡的事 嗯 这个时候是很兴奋 对 第二个很好奇 上哪赶去 对 嗯 到哪找这些地方去 对 对 嗯 这个就是很想去探究它 是吧 这些故事 它怎么发生的 它怎么产生的这些这些东西 是 包括我后来 我现在啊 对这些历史啊 对这些有些研究的话 实际上就是就是你说的 就那个时候 看了一部分 就是儿时的时候 想探究它 搞清楚它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所以现在才帮我们荆州来 罗织这一百个之罪 嗯 我们张老师和这个 张老师的儿子 一起还合作了一本书 《天下第一剑》 哇 讲的是这个月王勾剑剑的故事 哇塞 啊 对没错那把剑特别有名 哈 包括吴子叙这不真好就是 是 勾剑对立的这一样是吧 就是我们荆州人 来看一下男子的全程马拉松 应该已经差不多到达终点了 终点前的一百五十名 对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终点前布的A字板了 A字板一般也就是布出 大概终点前延伸了一百米 两小时十四分 这个的话是比去年的成绩反而快 对 要快一些 刚才在直播平台上就有网友在问 第一名男女分别是谁 好 我们密切来关注分别是谁 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肯尼亚的选手 来看一下这是101号 应该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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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达终点1 2小时15分22 嗯 相声成绩 这还不是竞成 竞成绩的话要看 脚下的芯片踏上终点电子板 以及起点电子坦的过程当中 它记录的这个时间差 有一点点区别 对对对对 会有一些区别 但是不大 它排在前面出发 我估计有一两秒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甚至有可能在她这儿是相处的 但是您想 马拉松在一起 然后后面 出发时间 今天用的时候 招的出发时间 用的12分56分 嗯 才整个都走了 所以相对 那么刚刚可以看到有一名外籍神学兽 以非常快的速度冲过了我们的这个终点线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全程马拉松的冠军由此诞生 那么我们也会在他收拾休息之后呢 对他进行一个采访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的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不知道第二名这个离他有多远 现在好像没有看到第二名第三名的一个身影 从我们的画面延伸来看 我们是目前是看不太出来 现在呢我们的画面给到的是女子第一集团 那今天女子第一集团的这位选手的水准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 他现在应该已经过了36公里的这个按时间来推算 以他的水平来说的话 我们应该已经是378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能看得出来他现在虽然是体能消耗比较大 但是现在向前行进的做工效果还是不错 并没有说是因为这个技术动作严重的出现一些变形 期待他今天有一个好成绩 我们的这个冠军的成绩比去年提高了四分钟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今年我们的赛段赛道上面的这个改进啊 对于比赛成绩的提高都很平坦 会有帮助 一路都非常平也非常直 没错 我发现南湖北境内的马拉松啊 这个平坦啊 尤其包括这个荆州 襄阳这种马拉松 一般来说这个道路平坦 其实是给跑者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因为降低了赛道的难度 对 包括还有一点 你看啊 现在咱们的大众这块的话 咱可以说一点这个大众跑者其实一些问题 打个比方说 如果我们42.195公里 基本上从第一个5公里开始就有取水点 之后每2.5公里有一个取水点 每5公里有一个饮料 就是没喝甜的之类的 那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比如说你要频繁的补水 我们不补水肯定是不可能的 头5公里就一定要补水 第一个5公里补水 是为18公里以后的提可来补水的 那在补水的过程当中 你就需要绕过其他的人 跑到水站要变速 对 跑到水站拿了水之后还不能马上加速 得先稳稳当当的得喝进去 然后才能慢慢的把速度加起来 要不您不是呛的 就是胃里边喝进去之后不太舒服 对 所以说这个频繁的在这个变速取水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很消耗体力的 所以但是跟着我们的领跑兔 打个比方说 我们有两个45分的领跑兔 有三小时的三个半小时的 四小时四个半小时的领跑兔 如果您跟着领跑兔跑 我今天我就准备四个半小时到达终点 那行 我跟着四个半小时的官方领跑兔 一般领跑兔有的时候是帮助大家来取水 他会先行冲刺到取水点 分散给自己的队友 把水给大家 大家就直接在赛道上不需要变现 也不需要变现 也节约时间了 你想 42公里十几个取水点 我们整个的能节省多少时间 其实有的时候 跑者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都能就跟着领跑兔都能节省时间的 这是一些比较刁钻的 或者比较专业的跑者 他们的一些选择 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 我们刚才在起点当中 大家也看 这应该是男子第二名的选手的画面了 我们刚才在这个画面当中 起点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跑团 打着自己的旗帜 出过起点 然后来开始比赛 好多跑团自己都带着 官方的教练就会作为兔子 就会作为领配速员 然后配速员就会在 就是帮助自己的 同跑团的人去取水 那这样的话 同跑团的队友 就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 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因为他节省了很多时间 大概能节省三分钟以上的时间 今年我记得我们 第一节竞马直播的时候 给了领跑图特别多的镜头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带着兔 耳朵 然后有气球 今年领跑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是看到有气球的 在后面有飞到的 因为我们总会在一些 尤其是湖北当地 或者是湖北省周边的一些 水平比较高 名气比较大的跑团当中 来选择一些精英选手 来作为领跑图 领跑图是绝对要做到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甚至他们可以分秒不差的到达中点 四个小时 零零分到达中点 来看一下男子的第二名和第三名 现在已经回来了 男子的第二名和第三名 男子的第二名 我们现在看一下117号的选手 多米尼克克隆格斯 来自肯尼亚 来看一下肯尼亚的这位选手 现在已经是两小时20分的 这个成绩比去年的亚军成绩 要高出了将近12分钟 所以我们就看赛道求整的力量 没错 今天这个成绩比去年好得多 2小时14分 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我们荆州马拉松 这种三线城市马拉松的这个成绩 很少见了 第二名和第三名 基本上都是在两小时20分到 第三名是两小时21分整 枪声成绩完成的比赛 第二名是两小时20分54秒左右 完成的比赛 这样的话男子的前三名就到 稍后我们期待他们的颁奖仪式 很遗憾的就是呢 今年也是有点阴差阳错 没有我们的国内的大众 国内的选手能够登上领奖台 女子的选手 接下来我们来看 他应该已经是过了38公里 距离终点应该还有最后的 三公里所得的位置 三到四公里 从现在这个时间段开始 我们看外籍的精英军团 基本上就已经纷纷到来终点 这第四位也已经到了 他们穿的跑鞋呢 是2016年的 这个礼乐奥运会当中的 当时出品的一款跑鞋 荧光皇家粉色的 这个跑鞋 当时在跑友圈里面也是 反响非常好 大家就觉得就是 因为我们在这再普及一个知识点 就是竞速鞋和训练鞋 不是一回事 竞速鞋的鞋底更薄一些 它地面反作用力和回弹更快 软的话呢 相对来说不好加速 就是您是跑转是很舒服 但加速会慢 因为它地面反作用力 给您的时间就会延迟 回弹很慢 对回弹 它是有弹性 但是回弹的弹性 给你的这个时间比较长 其实跑步的装备也很重要了 是的 所以说就是真正专业的 我们来看 今天是第五名 是我们国内的跑者 我们国内的 这是一名不在我名单当中 应该是一名普通的大众跑者 这已经不错了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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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两小时22分 这个成绩基本上相当于什么 这个成绩比去年的 这个成绩比去年第二名都快 去年的第二名 我当时也有印象 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 我们等到两小时30分以后 才迎来了第二名 去年的第一名是大幅度领先第二名 对 就看今天的女子 是不是 如果我们看第五名 第六名 第五名 都是我们国内的跑者 而且都是在两小时20多分 就可以完成比赛 这应该是前顶兵 身材高大的前顶兵 前顶兵 应该今天应该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了 他之前是两眼24分的个人最好成绩 今天是跑出两眼23分 这说明我们 而且雨天跑出来个人最好成绩 应该 这是他应该排在我们的国内组的第二位 这说明我们今年的赛道改善 今天的赛道好 可能天气也没有影响 而且拍出来真的是挺好看 女子的第一方阵第一集团是刚刚过了39公里 39公里 刚才是从38到39 现在还有3公里 而且他现在也在明显的加速了 其实国内的大众跑者 现在基本上在两小时25分以外的选手 就是两小时25到两小时45 这20分钟之间的水平 高的水平的选手 现在是特别特别不 今年北马2 就是北马330以内的选手 以前北马330以内 可能也就200多个人 今年超过了600人 在330以内就完成比赛的 这个水平特别高 就包括我们这次来到现场 也有组委会特邀的贵宾跑者 其中包括了新思路时尚集团的 李小白董事长 就包括这个世界小姐 就包括张子霖什么等等 那些都是他捧出来的 他现在他以前特别胖 他以前200多斤 他只有一米71身高 这个然后就比较宽 他通过跑马拉松瘦下来 现在只有130多斤 标准身材 非常漂亮 然后61岁 个人最好成绩3小时24分 他在今年的北马当中 跟我谈到一个他的体会 就是他因为今年北马 就是瞄着3小时30分 完赛的这个水平 往常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稀稀拉拉的 就不会太多 但是今年感觉越到终点 330的人前面的越多 挤不动 所以最后冲刺冲不起来 其实这就是侧面上的反应 就是中国的大众跑者的水平 其实越来越高 整体在提高 和外籍选手的距离 也在越来越短 是的 你过了两小时55分 这就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了 两小 接近两小时50分整的话 这就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能达到这个水平的选手 大众普通的跑者是越来越多 我们这些大众选手 跟一些外界选手的这个保持 就一个保持领先的一些外界选手 那是可以比的 差距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你想人家天天什么事都不干 人家就干这一件事 对吧 包括就是 其实你想啊 这个我为什么刚才强调 两小时25分以外 那两小时25分以内 基本上就省退 省退水准的专业选手 那为什么这个两小时25这么难过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专业队的选手 他就是成天就干这一个事 这就是他的职业 但是我们大众的跑者呢 又得上班 还没有专业的营养师给你补给 也没有挺 你还得花钱去健身房 省队一般都配备健身房 所以我们其实大众跑者 其实是更值得尊敬和鼓励的 再有就是前面的这些跑者们 他们都是在比赛队伍之前出发的 就是最靠近起点带出发的选手 后面的这些大众跑者呢 都是要跑最少十几秒 多的可能要等一两分钟才能越过起点 在起点就消耗了很多体力 所以本身 那他们出发就本身位置就是不利的 但是他们的水平依然还这么高 我们就觉得就是 我们的大众跑者们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同时也值得尊敬和鼓励 其实我们荆州的大众跑团的这个成绩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也很多大升级的人物 是的 我觉得就是湖北最近的这个水平啊 感觉是越来越高 尤其是每年的武汉马拉松 每年的汉马 这个成绩越来越好 尤其是大众玩赛率越来越高 然后成绩整体三小时以内的水平的选手 也越来越多 因为汉马正好也是这个运营北马的公司在运作 所以说大家可能就是冲着汉马的这块金字招牌去 作为湖北当之无愧的最大的马拉松 现在女子的第一阵营第一方阵已经过了40公里处了 离这个终点越来越近了 其实说到成绩 我们台里的一些同事也是争取在今年的权报当中 也会要刷新自己的PP了 按照去年的约定 是不是我记得汪源老师说是要在赛道上采访了 结果今年依然做了演播听 今年还是我们枪枪四人行 希望明年汪老师咱赛道上见 我本来很想参加亲子跑的 结果今年又没有机会了 没错 我是觉得就是完全可以 比如说带着孩子过来体验一下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尼子马拉松应该领先的是一位 看肤色就知道是一位肯尼亚的选手 刚才在我们三分钟说话以前 说这段话以前 基本上他就已经跑过了39公里 那现在应该在41左右了 我看他的状态好像一直是这样子 很稳定 是的 我们下面整个就已经打出来 字幕打出来 女子全马第一名已经进入了江汉北路 江汉北路就真的是不远了 马上转个弯 他可能就到这个体育中心了 按照国际田连的规则 马拉松赛道的最后200米的设置 一定要是直线菜断 你之前可以转 最后你一定要给选手留一个冲刺 您不能拐过弯是终点的 这应该是已经出现的选手了 非常非常激动 估计是刷新了个人的PP了 是的 我估计他才这么激动 今天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刷新PP 在大雨当中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可以想到鞋子是湿的鞋子就重 对 衣服是湿的 衣服会重 没错 端过袜子 银肉分量 加上湿以后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 每加一公斤在身上 全程马拉松 或者这个是针对胖跑者来说的 每胖一公斤 全程马拉松 也许就能慢大概一分钟以上 所以您想想看 这身上至少得加了 起码那有一斤多了 我看有些参加迷迪跑和亲自跑的朋友 都还穿着雨衣在跑 我觉得那个是不对的 完全可以再潇洒一点 不要有那么多顾忌 其实包括我刚才提到的 像我们中国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家 现在其实都在跑马拉松 包括林小白董事长 包括优客的毛大庆董事长等等 他们其实都成为了中国马拉松协会的会员 其实他们为什么来跑马拉松 其实都是这些 我们都知道都是商场上的人物 平时的生活当中 需要打理的关系 包括工作的内容 都比较复杂 为什么他们能迷上马拉松 主要是因为马拉松比较 当你一旦跑起来 当你一旦累的时候 你可能什么都忘了 变得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单纯 它是一种解压的方式 是的 这种简单 包括跑团 为什么大家跑友们就像战友一样 是好朋友的这种伙伴的情分 就是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大家大量的体能消耗 导致大家很简单 导致大家也很开心 导致大家获得了更好的身体的感受和体验 因为身体更强壮了 所以大家更容易得到满足 大家想的顾虑也就少了 这种简单是跑者文化圈形成的魅力所在 所以这些大企业家们其实也非常喜欢 那也就是说 数据上在奔跑中心灵得到的进化 是的 而且其实不建议 比如说您如果要尝试 稍微短距离的跑一跑的话 不建议什么戴着耳机听着广播去跑 其实完全建议就是把自己放空一下 哪怕想想自己的事 而且在一个不安全的戴着耳机 后面来车了 您也听不到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跑者 他是戴着耳机去的 是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快递小哥 我们也是非常谅解 他们要快速的把快递送到手上 但是在马路上面 其实也多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万一撞了您怎么办 其实特别不建议大家戴着耳机去跑 其实说到马拉松 现在真的已经成为了一种健身文化的 而且它是一个有人说它是已经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这么一个流行的元素 没错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 当体育方面有一个经济概率 就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美元以上的时候 那么它就已经达到了温饱 那它就会追求一些温饱以上的更高质量的东西 更高质量的东西就是如果您一旦温饱 其实就是说什么人有发胖的可能性 发胖就会对身体形成压力 那怎么办 那就需要通过运动来增强自己的身体 然后才能美化生活的体验 所以它这样一个经济学的定律就是保证了 就是当我们的人民生活物质生活 当它一定层次的时候 就会有对体育锻炼所提出的个人需求 一定要提升生活品质 是的 因为只有有一堆钱 身体不好 可能没有办法享受 只有就是你可能身体好了 他才会去有那个心情去享受 要不然可能每天就吃药去医院 忍着等等 来我们来看一下女子第一的选手准备冲刺了 来看一下今年的成绩 去年的成绩是 两小时40分20分 今年这是要奔着快5分钟去的 肯定要提前了 男子提高了4分钟 女子要是提高大概5分钟左右 那就说明这个赛道的改进 确实是出现了非常好的收效 去年有一段的 是有个爬坡的过程 没错 去年还是有些坡的 我们国内的普通的大众跑者 有的时候 水平达到一定段位的时候 他能跟住女子精英选手 他只要跟住了 他就能够在两小时50分以内完赛 他就能获得这样的成绩 所以就有些男子选手 你会发现就是大众精英选手 特别爱跟着外籍女选手跑 因为这样的话我能保证完赛效率 我有一个人带着我 因为他不可能跑得慢 他跑得慢他没奖金了 看我们到达终点的两小时30分左右的选手是越来越多 现在人员已经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 一会儿一个 一会儿一个 本次的男女子的东点门的设置是男子在右手边冲刺 女子在左手边冲刺 他这样的话呢 就是整个的计时计分系统不容易混乱 包括排名上面会能尽快的排出女子的单独排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前方还剩下最后的150米 女子缺毛冠军即将诞生了 是的 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他也不成了自己在看表 在看时间 是 要看一下我是不是在自己的规划时间之内 或者是超了规划时间来完成比赛 明显有一个加速的动作了 是的 来看一下最后的通过终点门的时间 看一下上方的电子计时中的枪声成绩 我们基本上就知道了 两小时三十五分 女子纪念冠军的成绩 两小时三十五分零七秒的枪声成绩 这个成绩比去年提高了五分十三秒 不简单 当然我们去年男子全程 女子全程 男子半程 女子半程 四个颁奖仪式里面 有一位中国选手登上领奖台 是我们的第三名的女子选手 去年杨凤霞 三小时零六分 三小时零六秒 拿到的第三名 今天看看 男子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来看一下女子 但是今天我们进步的在哪 是因为今天我们男子半马 女子半马的前几年 都是我们本国的选手 都是我们的大众经济选手 这就说明我们在半马上面登上领奖台的人数 现在已经在增加了 这是半马245的 我们的配速员 快要到终点了 而且因为按我今年的整个的比赛的调整 前半程后半程其实都有调整 去年一路从起点到我们电视台的时候 发现赛道其实不在我们电视台旁边 没有经电视台 但是今年经了 今年就在电视台旁边穿过 我们来看 基本上半马如果你是在两个半小时之外 你看现在已经半马的时间都两小时38分了 三个小时就关门了 那这个时候您看有走的情况 也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你两个半小时 21.0975还没完成的话 您一定在赛道上走了 您不是全球跑着的 一定是走了 如果您跑 您跑得再慢 即便是您7分的配速 基本上两个小时20分钟都到了 其实像这种跑一跑走一走 好吗 也挺好的 我觉得因人而异 赛一个每个人的水平不一样 对吧 他必定这些比赛成绩 是 我来看看赛道 他能完成就不错了 是的 同样对自己是一个挑战 是的 跟我看全马的选手冲刺以后 他们好像基本上就可以 马上就可以走 就是这样 他没有好像很累 或者非要坐下来休息的那种感觉 首先呢 是不宜坐下来休息 马上让心脏就是说静态下来的话 会对心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他有一个缓冲 而且不能马上大量饮水 要慢一点 然后呢 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补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而且我们主要看到 现在的运动员的水准 真的是大众选手 真的水平非常高 有很多人跑过中年 真的就是觉得还可以 就很轻松 我还有点余量 我还能够自拍 我还能够欢呼 我甚至还能接受采访 是 你看 说到这个采访 我们这个前方的记者呢 目前是在金江大堤上 周围有非常多的观众 现场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 前方记者王陶芳 我现在是在金马23公里的这个路段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我们的选手 从这个太越路上大堤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选手也是借着这个上坡的这个过程去调整自己啊 慢慢的在走 但是呢 我们的老姨妈 我们的姨妈们 我们的这个拉拉队们是不让他们休息啊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慢慢走的时候 他们通过加油声让他们跑起来 这边是这一位我在这儿观察他很久很久了 他一直就是好大的声音 您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本福住社区的 哦 社区的 刚刚在这儿 就是你声音最大 为什么会用这么大的机器 想去感染他们吗 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到这里已经疲惫了 然后我们的力量可以感染他们 他们会更美丽的 跑到重点 确实是 刚刚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正在走的时候 通过他们的喊声 然后把别人喊得跑起来了 确实我觉得 参与马拉松真的 现在到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名字已经不重要了 完赛就重要 接下来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跑 在这里我们也要为他们加油鼓劲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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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这段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 从你而来 就是鸡猫这个称呼 它实际上反映了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特别亲热 没错 就是好像一下子 就把这个近乎套进了 对 江南王堂坊是在 23公里处罚 其实好像是说 跑到最后10公里的时候 他会是身体有一个 怎么样去坚持 或者怎么样 呃 烫过了几点之后呢 那有的时候到最后几公里 尤其是最后5公里的时候 可能会有 类似我们都说 哇 灵魂都快跑出窍了 是身体不是自己了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需要硬顶了 其实40公里 42.195公里 这个距离 对人体的这种挑战 对任何人 其实都是公平的 都是一样的 就是呃 我打个比方 你像那个我们的 2012年伦敦奥运会 竞走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陈定 他竞走都可以 20公里走到一小时18分 我们这样算的话 就是再给他加20公里的话 他都可以在两小时36分 或者是两小时40分以内 光进走就可以走40公里 就这种水平 他跑起来 他轻轻松松可以两小时35分之内完成比赛 因为他跑总比走快 也总比走轻松 但是他就告诉我 他就告诉我到35公里以后 前35公里觉得 对于他这种水平的运动员来说 特别轻松 但是一旦是到了35公里以后 感觉就突然那个疲劳感就会袭来 就我们的身体储备 应急储备只够 也就30来公里 之后就要调动这种存储的一些东西 就是要调动深度储备了 而深度储备的转换功效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那你需要等他一段时间 所以每个人在这都有调整期 非洲的选手 为什么现在的水平 从05年往后突然之间这么高 主要就是因为 在几点的这个阶段 越是到31公里以后的阶段 他越能加速 他在31到35公里 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两到三轮变速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不好受 我就要甩你 但是我有这个能力 我能扛 我在这不仅能顶住几点 我还能加速 有没有人顶不住 那当然有了 咱们现在多数的大众选手 不是都是顶不住吗 包括我也顶不住吗 对 那顶不住就能走了 要不然的话 那就是顶 那就把速度放慢 对 不要给心肺和身体关节 也有那么大的冲击力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技术动作已经变形了 我们跑的技术动作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马拉松 他跟短跑 打个比方说 刘翔 苏炳天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不一样 是因为短跑 他要有前脚掌着地 他要八地 他是髋关节 带动大腿 往前伸 然后呈现出一个产地 这种八地的效果 而马拉松呢 他是全脚掌着地 他这种更科学一点的话 就是对抗 用整个的脚掌 来对抗地面的反作用力 要不然的话 您的脚踝和膝盖 就很快就会伤到了 所以他这种情况之下 就本来跑的 这种长跑的 这种技术动作 是非常科学的 但如果您的技术 一旦变形了 您想想 作用给身体的力量 本身也就变形了 身体就容易受伤 所以越是在体能下降的时候 普通的跑者 不要太逼自己 该放慢的 可以放慢 要不然得不偿失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 我们的同事 小冬好像还在坚持 还在跑 刚刚跑过 金箭霸里下面 长江霸桥的下面 我记得去年 在这直播的时候 李老师就说过 咱台里面还有 去年就去参加 参加比赛的 每一年我们电视台 都有跑者 跑友参赛 今年是越来越多了 报名的人越来越多 再多下去 估计咱台里 就不让请假了 感觉我们也去跑了 是 没人了 其实比赛进行了 现在对于很多大众 一般的这种选手来说 可能是最艰难的时刻 是的 我们现在来看 左边这位戴太阳帽的 女子跑者 应该是我们 有可能能进前三名的 我们的大众跑者 在他旁边 还有我们的国内男子的 大众跑者 这位跑者典型的 就是来带他 在旁边能帮他带速度 所以在国际上面 现在也出现 就比如说像拉德克里夫 两小时15分25秒的 女子马拉松的世界记录 女子都两小时15分25秒 比我们今天男子就慢一分钟 女子的纯女子马拉松 世界记录 两小时17分01秒 为什么会有纯记录 主要是因为 在没有任何男选手 引带的情况之下 纯靠女子的个人能力 跑出来 是纯女子马拉松记录 而拉德克里夫当时还是有 就是有男子的配速员 就是比他跑得更快的 在前面带 好 好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台的同事 小宗导演 在这个大低上奔跑 现在还在这个跑友当中 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 王涛芳 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是碰到了小宗导演 这样我们把画面切到前方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普通跑友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巧啊 偶遇 偶遇 我正好遇到了一个熟人 刚刚在我妈是三公里的地方 看到了一个熟人 也是我们的同事 这次参加的是全马 我们的小冬老师 小冬老师 大家好 我刚才在路上做了一个直播 我不知道导播签署是没有 签了 他让我专门跟你讲签了 对 然后 谢谢谢谢 我已经陪着跑了一小段路了 我看你状态非常好 正好 这个第一次跑 跑这个全马有点恐惧 然后我的目标是完善 但是目前看来可以跑进五分三十 应该没有问题 真的吗 然后两个专业人士专门陪我 想把我带进五分钟之内 真的吗 我希望能够达到这个 那正好我有没有耽误你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是吧 我觉得你状态真的很好 这话 谢谢谢谢 没有看出有一点点势力 在旁边加持我 觉得他怎么样 感觉非常好 因为这个小龙老师的状态 今天是这个开挂了 开挂了 开挂了 后生会发力的 真的吗 准备跑 配速多少 能够跑进这个关门时间之内 我觉得就成功了 那是绝对会成功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也希望更多人一起参与这项运动 真的魅力不穷 你训练了多久了 两个月 两个月就参加 就是训练马拉松针对这个比赛我训练了两个月 然后我跑步今天是108天 哎呀真的啊 那我还不如你了呀 哎呀不不不 哎我下次也要参加啊 我因为我有两个专业人士在一直在训练我 下次训练一下我行不行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好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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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天直播圆满成功 绝对成功 好的好的加油加油加油 初次初次好的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们都太棒了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王涛芳 谢谢小冬导演 确实就像我们下面的这个字条上写的哈 玩赛就是英雄 金舟为你喝彩 今天找个机会给自己当把英雄 哎呀我但是我看小冬导演的这个上半身穿的这衣服啊 绝对是专业级别的防雨的跑步服装 而且还防晒 一看就知道 你看下面是紧身短裤 收腿短裤 非常非常的专业 有专业指导的 没错 才训练了108天就参加马拉松了 我天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里面看来是卧虎藏龙 看他的这个跑动啊 基本上我们的记者都可以完全跟得上 说话不喘啊 这个而且跟了我觉得得有200来米吧 这个水平我觉得更高一些 我看王涛芳也不错 是 说话没喘 哎 我说这废活量可以 明年王涛芳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一个的把自己的队友推荐到前面 就推上去的是吗 不过这就是带动的作用 是是是 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的 然后慢慢大家都跑起来了 都动起来了 对 整个城市的活力也来了 我们的这个女子马拉松的选手应该差不多要距离终点应该不远了 在我们的男子选手的引带之下 旁边右边还是我们大众跑者 我们看这 这种就是没有气球的兔子啊 嗯 要么就是所谓的cosplay就是给自己一个装扮 要么还有呢 就是给别人当私兔的 就私人兔子 私人配住员 就是他他可以陪着他跑 是的 就我不是官方找来的 我自愿来当 但是当兔子的话 我们说就是他首先要牺牲自己的成绩 嗯 还有一个他在赛道上辛苦 他要伺候 嗯 那个 等水啊 他服务的人 嗯 没错 嗯 是这样的 陪跑的人 对 而且还要鼓励他 嗯 就像刚才咱们记者一样 他就是在鼓励导演的 他他就是相当于司徒 因为他还在说话 哈哈 就是哎哎哎快点不行了慢了 接下来咱要提高一下速度等等的 这这都属于司徒干的 但这种鼓励的确是有效果 是的 是的 有效果 你看我们一慢慢在旁边加油加油啊 本来想走的 然后跑起来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再走了 像像像李老师这个年龄段的 一般都是实哄的 嗯 鼓励您一下 您没准就上去了 汪老师这个年龄段呢 一般还处于逆反期 我会越鼓励不行了 不行了 不跑了 就不跑了 得哄啊 对对对 那个我们看到呃 那个屏幕的左方啊 是我们的女子第二名 而距离终点呢 是应该不到一公里的 是 嗯 差不多了 因为看这个样子 就是人员越来越密集了 已经可以看到就是差不多刚才呃 前面外籍选手跑过的这个路线的画面了 金州瓦拉松今天算是比较的完完美了 因为刚才包括在从起点赶到现场的过程当中呃 我还觉得就是哎呦 今年好像是有点曲折呀 嗯啊 包括这个我看因为起点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我们中央内容台体语频道的主持人 韩小生老师 嗯 这个也是跟我实现一个接力 我跑到演播室来 然后他在现场要继续主持现场的包括待会的颁奖仪式 嗯 韩老师说我这拿的手上拿的稿子今天都湿了我都看不见上面是写的什么 哈哈 我就说您可以见就是起点的时候那个雨下的 啊 还想解的 是 嗯 对 不过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一开始啊看到韩先生 韩先生老师在上面在 没错 在主持我又想起那种耳边那种 非常熟悉的那种体育解说的 像是五号五号传球哎 球进了哎就那种感觉 闻下马球回传你的守门员 哎呀那种声音真的是太有时代感了 是的 所以说我们荆州也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啊 能够让央视大咖能够来给我们站台来说这场比赛 所以我觉得也是在起点也是一种情绪的带动吧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大雨完全应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市民跑者们 嗯 今天的这个状态 没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昨天这个呃 朋友圈的热情已经到啥地步了呢 嗯 到了就是流传了一段十秒钟的短视频 嗯 就是也是很多人在雨中跑步 然后那个水花飞起的那种状态 很多人说哎呀明天的金马该不会这样吧 大家都很担心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荆州的这个排水管网的这个地下铺设计 做的非常的好 必须得是一等一等 但是但是确实是呃 有改进之后的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也经常 比如说下这种雨的话啊 稍微大点的就会烟掉 但是现在我们的承设基础设施确实是做得非常好了啊 张老师 因为在二十年前十几年前那个就是江津路啊江津西路刚刚建成的时候 嗯 一下雨 它就是积水 嗯 是 啊 今天我们在赛道上真的是没看见那个积水 最近几年呢 嗯 在这一块下落大气里 是 啊 利用呢 这个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啊 嗯 包括我们这个成本公司自己筹筹筑的资金呢 嗯 进行了一些往往的改造 嗯 应该是这个工程做得非常好 嗯 是 我觉得这个岩浆绿块绿化 包括我们这个地下排水系统等等的这些改网的设计改造 我觉得真的是很成功 而且有的时候别看这些东西在地面以下平常是看不到的工程 但是一旦出现一些什么气候天气上面的考验 哎 可能出了问题还比较明显 但是荆州在这一点我觉得起码在现代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表率 对 现在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积水的 对 是的 是的 是 而且就是确实在这个基础设施啊等等上面我们荆州投入非常的大 嗯 创味创文啊 应该也是全民都在动起来 而且呃我们以前都在说焚烧接杆啊 以前可能就闻到一些颗粒的味道 但其实陈陈老师你来到荆州发现没有 其实咱们荆州的空气非常的干净 啊 非常的干净 呃 这边这种就比如说武汉传统工业重镇或者说就是整个湖北地区都是工业 近代工业就在这个地方的这种传统印象有很大的区别 对而且前一段时间一直都是在朋友圈有刷屏是什么呢叫荆州蓝 嗯 就是那个蓝天特别特别的美每一个京州人特别自豪的那种我说 怎么文体局长说一定要把供门设计成蓝色哈 哦 哦 原来还有荆州蓝 荆州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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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汽布尼蓝啊 啊 这个都都是齐鸣的是吧 好 既然镜头给到了42公里 那就应该是我们的包括前脑车也到了应该是我们的女子的选手啊 刚才我们镜头当中给到的我们已经看到了 全马第二名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 没错 我们刚才这个啊负责带跑的就是负责在这个赛道上面引带他的大陆男子选手现在反而是啊退了下去 嗯 交由他自己来充现 女子选手在1966年的时候当时参与波士顿马拉松还是不被赛事组委会所认可以及允许的 到了1972年才正式接纳了啊这个女子选手来参加马拉松的比赛 这是女子选手真正在个人能力上面证明了我们绝对不输于男子选手 我们可以做相同的完成相同的挑战 嗯这位选手好像是我们国内的那肯定是我们国内的选手 所以女子前三有可能剩下两个都可能是我们国内的选手啊没错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啊在四个颁奖仪式当中我们将有至少三个颁奖仪式能看到我们的国内大众的选手登上领奖台 而且拿到奖金啊可以就是说给他们一份激励 好今年的时间显示是两分两小时55分46的净成绩 呃枪成成绩净成绩的话应该会在慢个几秒钟吧 嗯 它跟去年的成绩比第二名的这个成绩 两小时55分的话跟去年的第二名的成绩还是多少有一点差距 嗯去年的第三名是两小时55分39秒比今年的第二名略慢一些 嗯 在雨中跑金马呀其实我感觉是 好大家这里是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荆州市体育中心的直播现场 嗯那此时此刻呢站在我身边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全程马拉松的冠亚继军以及第四名啊我们欢迎他们然后呢也非常恭喜他们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啊 啊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取得这么优异成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员们 ok nice to meet you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balo yuni could it be louder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in kipia 啊这位是来自 i-sat-e-biyah的选手 if you're happy now yes i am happy very happy非常的开心啊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旁边的这位这位这位是我们的亚军 hello nice to meet you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dominic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enya 啊这位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选手啊 so do you like jing joe yeah i like so much jing joe very good weather 啊刚刚这位这位选手说到非常的喜欢荆州啊而且觉得荆州很漂亮 s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running track yeah it's not bad but raining too much but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to china it's very clean right yeah very clean so i'll try next time to come to china 啊刚刚这位选手说到啊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觉得我们荆州的这个马拉松的赛道非常非常的干净 他下一次还会要来到中国 好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一位选手啊这个是今天的季军 nest to meet you so what's your name i'm steven letanto 啊叫做steven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enya you also come from kenya yeah wow congratulations what do you think of jing joe i enjoyed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and i like to pats it once more again another game so it's very clean indeed yeah i like it i enjoyed 刚刚说到的荆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啊特别的干净啊希望有机会下次能够再次的来到荆州啊 so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you get yeah i'm satisfied because i finished the course because although i'm not targeting my my i was my best time you so now i appreciate because i finished the course and next time god willing i will manage to get the best result so are you proud of yourself yes oh 刚刚这位选手说到的是在这一次的马拉松的比赛当中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的满意而且为自己感到骄傲 那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是第四名的选手 welcome to jing joe where are you from i came to from utopia oh 也是来自于爱塞国比亚的选手 oh 也是来自于爱塞国比亚的选手啊 are you happy now i happy very happy yeah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you get jing joe is very happy the nice city ding joe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yeah beautiful city yeah yeah jing joe beautiful city is this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come to jin joe yeah yeah oh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eah first time they come to come to this china oh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荆州 非常地喜欢这个城市 so will you come next time oh next time very happy next time again to come 下一次一定会来 could you please follow me and say jing joe come on okay no problem could you please follow me jing joe jing joe okay come on jing joe yeah yeah jing joe jing joe 刚刚这位选手呢 也是跟着我一起来喊出来 荆州 come on 荆州加油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冠亚继军 以及第四名的选手 再次的恭喜他们 好的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产产产流水 智阵花香 树影婆苏 庭院悠悠 一方院落万千世界 古字里的情节 记忆中的院子 楚天都市一号院 传承园居文化 携取院落精髓 尝试临跑者 中大豪盛 全新院系列作 楚天都市一号院 能超越而来 好了 刚刚我们的记者呢 在前方采访了 全马的一二三四名 那么都是外籍选手 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外籍选手 都不约二统地 谈到了我们荆州 非常美 而且是赛道非常好 非常的 有一个共同的词 就是clean 非常干净 所以说今天这场雨啊 真的是有好处 是的 会给大家 其实空气质量好了 大家敢这个大口的吸气 无论我们比如说 平常的再怎么样 现在可能比如说 到了这个深秋 快入冬的这个季节的话 毕竟还是干燥程度 会比较大一些 今天更湿润了 那么首先就是 皮肤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那再一个就是空气质量会更好 更清爽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雨中的荆州 有一点水沫的这个味道在 很邪意的 尤其还有江景 非常漂亮 今天的整个的荆州马拉松 我们现在看下来包括女子前三名 现在即使到目前为止 应该已经都差不多到了 今天整个感觉到就是 天气多多少少给我们造成了一点点的小困扰 包括组委会 赛前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的担心的 我们说发现今天其实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淋在雨中 帮我个人 刚才在现场这一项 包括我在说 韩翔山老师 这稿子都没法用了 我说那您就脱口吧 您脱口不是挺好的吗 然后我这也是来的时候 这个西邦大怪 基本上也是已经半湿透的一个状态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今天都是在这种七七冷雨当中 铁味了一把冷雨消香的感觉 现在我们的镜头画面 就是回到了我们的终点的航拍的镜头画面 就是来自我们的荆州体育中心 其中点就在荆州体育中心的北广场 这个航拍的是我们的荆州体育中心的画面 这个体育中心是叫凤关 凤关 我们这个体育中心的主体育馆 是叫凤关这个名字 再配一个游泳馆叫霞佩 旁边的两个馆也像一样的 就是楚人重复的这种概念 在这个设计里面 是是是 这样的话从这个镜头当中 就可以完全看得出来 而且从航拍镜头我们看的 今天这个百游马路确实是被洗刷的 有点焕然一新的 这个很有点欧洲小城市的意味 那你不觉得踏着那种脚步的那种 见起了水花特别美吗 是的 就是刚才在画面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都可以拍个特写镜头了 就是选手们踏一步一个身影 踏一步一个水影 这个过程其实是运动之美 其实就是在这种点滴之间 你会发现被它的这种美所感动的 所以刚才说的非常好 其实刚才我们的摄影师应该把那个镜头再推上去 再推上去一点 拍一些脚步的那种水花四季的那种 再推上去一点 我们就已经可以进步到国际媒体的这种拍摄水档 我们的雄心壮志还是很大的 有这个意识就好 同时我们的今天的 刚才汪源老师跟我们解读了一下 为什么我们用蓝色 原来还有青州蓝 意味在 今天整个的主题 我觉得贯穿的都非常好 再加上由我们的迷路 作为我们的陆路 作为一个形象 来作为今天的吉祥物 我觉得就是整个荆州更加的活灵活现了 而且又把我们的生态文明的保护成果 对 又体现出来 荆州蓝它是体现两个方面 一个是 刚才汪源说是蓝天 嗯 第二个还是水也蓝 没错 刚才那个讲解 可以看 对 你包括那个 我们跑的那个 这个 青江达林 那个 那个 是 那个干渠 干渠 西干渠 西干渠 过去是臭水 没错 发黑的水 那但是现在那个水也是蓝的 是的 呃 张老师跟我们麻烦您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今年的 荆州马拉松的主要的竞技 现在也差不多 待会给我们介绍一下 荆州明年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现在先来现场看一下 呃 因为女子的第二名是已经冲刺了 嗯 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做好了准备 呃 了解一下 好的 这里依然是208荆州国际马拉松 荆州市体育中心的直播现场 那么现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就是女子呃 全球马拉松的亚军啊 恭喜你 怎么称呼 谢谢 我叫杨凤翔 嗯 是哪里人 来自甘肃迷建 这是第一次参加马拉松还是已经参加过 啊 第二次了 去年来参加过 去年参加的是哪里的马拉松 也是金州马拉松 去年也是参加金州的马拉松啊 那为什么想到今年又来挑战一次自己呢 因为去年来然后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感觉这个金州地方挺不错的 然后赛道也好 观众也特别热情 今年又报上来参加 所以今年又来挑战一次 然后发现取得成绩更好了是吗 对对对 现在的这个心情怎么样 跟我们分享一下 特别高兴 这么想到能拿个第二名 非常的开心啊 那对我们金州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跟印象 你是北方人啊 跟你那边的城市应该会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 对这边的气候比较暖和 因为我们那边现在挺冷的 然后这边能够观众啊 然后能够绿化的环境也比我们那边好 绿化的感觉非常的不错 那欢迎你经常来金州好吗 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 也再次的祝贺你 谢谢 好的主持人 呃这个就是我刚刚采访到的我们这边的全程马拉松女子的亚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多重介绍一下杨凤霞应该是去年的第三名获得者登上领奖台的唯一一位四个颁奖仪式当中的中国选手 呃两小时五十五分三十九秒的净成绩呃 呃今年呢他应该是两小时五十分二十二秒的净成绩而且应该是打破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他之前的最好成绩是两小时五十分二十七秒 嗯嗯 刷新了五十五秒所以他今天应该是应该是非常开心的 应该是非常开心的 斩英资世人豪万名欢歌童户道举红旗手足蹈 运动见而竞技领风骚 一年一度金秋聚 金楚风 堪人交 哎呦 有文采 有文采 要不说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文采风流 人节地灵 然后又有四方豪室来这个地方京庭 所以说我说荆州未来的这种 包括我们这次也说 这个叫做转型赶超加快复兴 荆州在历史当中已经复兴过 N多次了 就是很多时候 其实都是非常亮眼的一个存在 我觉得当下的荆州 应该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前置 接下来就靠我们去 用心的去打磨 去打造 去推广 荆州下一波的发展的浪潮 我们就在这也非常关注 就是明年的金马 有可能在城市建设上面 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期待 张老师据现在所了解到的荆州未来 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规划 尤其是未来一两年的过程当中 这个我觉得可能明年再来 最大的变化 就是济南文旅区的文化旅游的项目 这样会一批进攻 济南文旅区 它现在就是说有五百亿的 五百亿的文化旅游项目 大的项目正在推进 有的已经快进攻了 有的正在施工之中 应该在明年来说 几个大的项目 比如说像楚国八百年城市公园 金属文化展示中心 这样的话 这个相近的动物的话 让我们看到古老的文化 和现实的文化旅游的结合 这个它就是说能让人 过去我们老说 荆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刚才我们也说到 一化九州就有荆州 但是我们真正看到的 好像出了一个荆州古城 古城墙 对不对 然后就是博物馆的文物 我们去感受不到它 触摸不到它 那么当时现在济南文旅区的 这样五百亿的大线项目 一上以后 能让我们能够真真切切的 感受到历史文化 和现实的进度 是怎样结合的 你就是说 它会增加一些互动体验 或者跑者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 就是更近距离的 能接触到从前的一些 可能从前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我们说到纪兰城 纪兰城是两千多年前 这个楚国的都城 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两千七百多年前 它的繁华程度 它有个形容 形容我们到陈立平就感激的话 早上穿着新衣服进去 下午出来 衣服已经紧破了 那就它的非常繁华 那么它这个繁华 我们现在只能到 纸上面看到 书里面看到 是的 文献里面看到 那么我们可能明年来 就会实地看到 它在那里面 它扶原来的 它的楚得过的王公 它的奢华的王公 到底是个什么样 是的 其实我之前就在跟大家说 就是今天我们要跟书里面的荆州 或者我们来跑鸡马的人 都希望跟书里的荆州 跟心中的荆州 跟想象当中的荆州 来一次对话 来一次真正实地的考察 而不是说 网友见面了 我倒看看能长什么样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像张老师说的一样 我们真能把这些东西 都落到实处的话 我觉得可能 再加上我们前期的宣传 明年的金马会 更吸收国内外的关注 尤其是我觉得 其实外国的这些跑者们 或者是外国的这些文化人士 最关注最认可的是什么 不是说当今 我们有什么样的奇妙的建筑 而是我们对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留存 保持以及尊重的怎么样 对 这个我觉得更容易招揽国际事业 是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女子犬马第三名是准备冲刺了 我们也期待她的成绩 女子犬马的第三名 现在已经时间是过了三小时13分 第三名今年的成绩稍微略逊一些 但是我们是说了这是纯大众跑者 这绝对不是专业队背景出身的选择 而且三小时13分 这个水准相对来说 这已经比很多的男子选择 比很多的大众男子跑者要快多了 还有大批的大众跑者在后面 是的 我们看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见到A字版 马上已经到达主舞台 越过了LED屏 前面就是我们的终点门 看一下她最后到达终点 终点门上计时钟的枪声成绩 目前是三小时12分 三小时12分29秒 第三名 枪声成绩三小时12分29秒 她的进成绩应该会稍微再往前提高一些 为什么呢是因为女子选手 可能她出发相对来说 稍微靠后了一些 她不是精英选手 来看 我们看现在就是315以内的 一波选手过来了 一波选手 包括刚才在 其实我们在刚才进行刚才的话题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有跑团的 我刚才说的就是跑团的专业教练 带着 后面我觉得得有八九个跑者 然后教练带头 跑在前面 一起刚才到达终点 在男子当中 冲刺这边当中 这一波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了 对 其实这一波现在是占主要潮流 就是在三小时到四小时之间的跑者 很多很多 然后剩下的就是四小时到四个半小时 这个水平 如果您的 基本上您的配速过了六分半 那就已经很慢了 就基本上您看就是慢跑的那个 基本上就是六分半的配速 那个您要是能全程坚持下来 都能在五小时完赛 好 现在看到的是女子拳马 第四名 第五名 即将 第四第五 都是三小时十三分四十多秒完成比赛 两位选手非常接近 其实跟你先前说了一样 如果男选手实力一般的话 就完全可以跟着女选手 对对对 尤其是跟着外籍选手 你知道吗 您这样的话 你能跑进三小时 是 对 这个 提高你的成绩 第六名 这感觉动作都有点变形了 对 跑到最后的时候 确实是这个身体完全的不听使唤了 就那个时候就感觉能耗用光的 就好像比如说您开高速路上没游了的那个感觉 好的 这一位女选手啊 第六名的这位女选手是咱们荆州人 荆州的女跑者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在三小时十四分左右完成了比赛 真的不错 水平很好 三小时十四分三十六秒 完成了比赛 这个水平在全国来讲 很高了 很高了 绝对可以了 这属于第一方就能 我觉得对 完全可以放到A区出发 在国内的水准当中完全可以放到A区出发 我们看还有这个持着旗子跑到终点的 有很多呀 这个到达终点之后 完赛升落红中 第二个采访 那底气十足 我今天跑得非常开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前面不是有探讨说 最后五公里是非常难的一个 但是我就说就是经常参赛的选手 他已经就对这种感觉 他的抵抗能力会比较强 他过了那个极限以后 他适应性更好一些 他虽然也有 但是那个反应不会像年八百米跑第二圈 那个感觉 对 所以希望这个明年的赛照上能见到这个汪老师能带领这个电视台跑团 或者是荆州媒体跑团 我去参加一下亲子跑 我感觉这个汪老师和李老师的定位都非常清晰 同时提到亲子跑 这属于根据个人能力来 一公里没事了 这就充分的认识 再不继续走过去 而且好像都拿孩子们来当个打电牌了 我觉得挺好 但是能上赛道可能就会有不服输的更高的追求吧 稍后我们一来是一边来助手着大众跑者不断的冲向终点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待会我们比赛会进行的颁奖仪式 会进行四个颁奖仪式 男子颁奖仪式 女子颁奖仪式 男子全程和女子全程 主持颁奖仪式的将是我们的汉太生老师在现场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听到时代的声音 在雨中的颁奖仪式 是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今天大家确实是非常辛苦 但是就是整个的气氛没有一点点下掉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不知道现在雨下的小一点没有 感觉应该比刚才女子冠军选手冲刺的那会儿应该是小一些了 实在是没有想到今天这个荆州的天气 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考验 但是更没想到的是金马在第二年就交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天气条件之下的一个完美的答卷 同时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的直播信号的整个的顺畅程度 对 我认为水准还是很高的 尤其是在这种天气条件的情况之下 我们本来准备了很多的这个航拍的点子 对 那今天有可能很多地方都起不来 对 包括这个无人机啊 想在这种雨天当中起来的话 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整个的这个拍摄方面的 我觉得这个储备方案等等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呃就是斑马线的一个地方 我们发现现在可能有些路段的这个进行已经陆续的陆续的在开放 因为那个全场的整个的时间呢 应该是六个小时关门 嗯 六个小时以外的选手是拿不到完赛奖牌的 嗯 所以很多选手可能就冲着完赛去的 对 不知道今年这个完赛的人杜福特或者说啊 最后在关门之外的这个人会不会很多 希望我是觉得按照现在湖北的这个整个大部大众泡车的水平来说的话 我觉得不担心啊 昨天在襄阳基本上就感觉到六小时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 哦 嗯 都是可以完赛的 对 那么八点钟也就是说到下午两点钟之前 对的 小两点钟是完全解封 嗯 我们可以看大众跑者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 甚至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不同身材的人 嗯 都可以在三小时 这是320的水平 嗯 这320的水平 就毫不客气的讲比我得快半个小时 这个水平很高的 嗯 你不是专业的吗 没有 不是专业 我是可能嘴是专业的 腿不是专业的 其实就要运动来 对对对 就是票友 纯粹的票友 嗯 算半战业的 嗯 平时也是经常健身 跑步 哎 对 其实我呃 我们是感觉到做体育解说来讲 其中有一个最基础的地方呢 就是说也要上赛场 同时也要这个进行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训练 那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体会到运动员的生活 嗯 体会运动员的生活 才能体会到运动员的心境 嗯 才能够去说到他心坎里去 其实运动员尤其是中国的选手到现在为止 可能这一代的运动员会好一些 就是会变得比较的开放 会变得比较的就性格上面比较的外向 嗯 他会去说很多自己的东西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觉得呃运动员可能呃 需要别人去帮助他们去表述 让观众 让呃体育爱好者们能够更多的去理解他们的 辛苦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刚才我们刚才那个镜头是北京路与三弯路交叉的 那个向北的那个那个点 嗯 直翻点 哎 看到的一个镜头 其实在那个镜头里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现场非常多的观众 嗯 啊 非常多的啦啦队员 是 其实整个这个比 这个第二届的京州马拉松的比赛 我们能看到无论是从我们这次的组logo的一个设计 啊 包括我们整个的媒体手册的一个设计 还有包括我们这次赛道的一些调整 包括应对下雨天的 组委会的这种相对来说还比较从容的这种用应对态度 嗯 很多情况下是觉得比去年更加的成熟了 嗯 这样的话会激励我们 是 去年第一届很多地方都在摸索期 是的 嗯 你想经过了今年的这种天气的比赛的组织以后 那明年对 更有经验吧 对 反正这个季节最次的天气也就是这个天气 应该是 对 所以说那既然挑战了最难的是 嗯 您挑战全马了 让您参加个半马 那不是事 嗯 对 从心理上就会我觉得会感觉到不一样 包括其实今年的这个呃 刚才看到计时中就想起来 包括今年的计时计分 啊 我们这个还是用了江浙地区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计时计分的一些系统 嗯 从计时计分公司的选选择上面就可以看出来 赛世纪公司也好 包括组委会也好 本着很专业的理念 嗯 同时对整个的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现状非常非常的了解 嗯 专业理念办赛 我觉得是呃 这个比赛成功的一个根本 根本态度 说实话举办一届马拉松赛真的是不容易 嗯 要么全市之力在做这个比赛 是的 所以说在呈现当代的全新荆州的面貌 嗯 以及整个荆州城市的这种接纳能力 一届马拉松真的是这样 从住宿嗯 对吧 到我们的市政 到医疗安保 交通 等等方方面面 包括整个的城市组织 我们都能看到 嗯 我们发现昨天我们在荆州东门的时候就有很多跑友提前来了报了名了以后领了赛包 然后带着赛包 然后在城墙上面参观 因为有些现在的这个就是您拿着号码布啊 凭借号码布是可以免费到警区旅游甚至是或者是打折的嗯 但现在这是各各地举办的比赛的一种福利式的一种风潮吧大家都在纷纷的去以此来带动旅游 其实门票收入如果是没有了的话吃喝还在嘛嗯人还昨天的酒店是满的餐馆也是满的你包括张学正街上面的一些餐馆都是满的是的 真的非常好整个一场马拉松其实在2016年的兰州马拉松当时就给整个兰州带来了三那一两天带来了三亿以上的收入嗯对 他实际上这也就是现在的一个全预纽的概念是的不是靠名叫就是体育家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在体育的平台上面承载了之后那么就会哎有很多的衍生的效应嗯好刚才我们导播老师告诉我们说呃前方在 在终点区呢我们那个荆州级的选手第六名女子第六名呃我们的记者做好准备采访一下他们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嗯那邀请到波老师 其实你刚才讲的你说在这种风雨当中的话其实对于站着的观众来讲很难受啊很难受啊 跑起来它可能比较热 但是你这站在那地方它肯定比较冷 你老是不动啊 真受不了 好的 这里依然是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 荆州市体育中心的直播现场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此次全程马拉松的第六名的选手 当然他也是一名荆州级的选手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怎么称呼 我冕贵姓黄 黄耀 那这是第几次参加这个马拉松的比赛 已经是第四次了 已经第四次了 对 那这次是自己一个人呢 还是跟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的 我是跟那个长毛协会一起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是跟我老公一起跑完全程的 就是和老公一起跑完全程 并且一起冲了线 我怎么觉得有一种雨中的浪漫的感觉呢 确实是这样 那平时是怎么样跟老公一起锻炼的 为了就是练习这个长跑嘛 每天我们都起来的比较早 基本上五点钟就已经出去了 跑到七点钟回来 应该说练得也比较辛苦吧 能够跑出这个成绩也是力所当然吧 并且这次我也批比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是314 这是最好的成绩啊 那在接下来比如说明年还会举办这个马拉松 还会继续的参加吗 我担任要支持这些加强 我肯定会参加的 肯定会参加 好的再次的恭喜你取得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恭喜 谢谢谢谢 好的 以上呢就是采访到的这个荆州级的在今天的这个全程马拉松的比赛当中 取得第六名好成绩的这样的一位选手 好的主持人 蝉蝉牛鼠 振振花香 树影婆苏庭院悠悠 一方院落万千世纪 古字里的情节 记忆中的院子 楚天都市一号院 传承园居文化 携取院落精髓 常识领跑者 庄大好胜群心院系列座 楚天都市一号院 为昌夜而来 刚刚我们采访的这个第六名的选手是我们荆州本地的一名选手 应该说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他说他刷新了自己个人的一个PB 好多PB 而且是他们夫妻两个一起冲着线 对 那是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幸福的一种感觉 要不如说老公在这块其实也是主动的很绅士的等了一下 咱携手冲着线 我觉得首先老公有一种营造浪漫氛围的能力 这可以看着说他们的感情应该说非常的好 没错 而且这种家庭的这种健康状态非常的好 所以这就是马拉松的魅力 我们在前面谈到亲自跑的时候都在说 其实运动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马拉松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可能第一是健康 第二更多的是其乐融融的一种氛围 其实我们特别愿意看到赛场上的这种状态 比如说大人和小孩之间的 夫妻之间的 恋人之间的 因为我是觉得说一个城市因为有体育精神的进驻 然后让我们的爱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一直在流淌和飘荡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相交织和相容的感觉真的特别棒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大家共同去面对困难的这样一个机会吧 让家长和孩子以这种形式来进行陪伴 而且是彼此陪伴和鼓励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前中国家庭很少能经历的事情 对 其实现在我们在谈教育的时候 更多就会说到陪伴嘛 所以这个亲自跑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和平台 有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稍微有点想犯懒的时候呢 孩子都已经在赛道上跑得挺欢日的 父母也不敢不跑 就是每天早上也是五点钟出门的话呢 真的还是不容易 但是有时候你想从外地来之前呢 还得过来订房间 还得订车票 说白了这些东西的花销全都是自己自费完成的 再加上一百块钱的报名分 然后完事之后再到了这个城市住好了 放下东西之后 马上到现场组委会去领参赛包 领号码布 回来之后要解决好当天的饮食 比如说当天的饮食不能吃油腻的东西 尽可能减少肠胃的压力 那第二天跑的过程当中肠胃不会出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吃一些容易消化的 同时还要补足淡水 因为碳水化合物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会延缓整个能量消耗 它是可以让能量消耗的持续性的时间更长一些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一定要多摄入淡水 还不是说像平常我们减肥所说的 你呀面呀少吃 还不是还真是得靠这些 如果我们光靠去燃烧蛋白质的话 那是拿着酒精拿着清气当柴勺 那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在之前要打理好这一切 头天晚上还不能晚睡 因为您想睡少了 您平常什么都不干起来 您都难受 就跟咱们今天做直播似的 是吧 更别说就是您今天还要挑战40多公里 这开玩笑 一定要有充足的 能够至少7小时以上的睡眠 一般的跑者可能年龄大一点的 睡的少也得能保证6个小时 这样的话第二天身体 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起来一般早上可能4点多到5点就要起来 起来之后要喝一点粥 胃里面有点东西 补一点碳水 然后到甚至是再来一根香蕉 然后走到从宾馆 要想办法聚赛道 因为在夜里面的时候 往往这个道路就是封闭的 都是走过去的 是啊 那肯定都是走 今天早上还出现了一个咱们金马的一个画面 就是咱这也有地方上的小蓝车 小蓝车的队伍 好有所有人刷手机骑着小蓝车 然后从各种酒店 然后往那个起终点聚集 然后到了指定区域 还要排队 去了之后呢 要先去存衣物排队 先去存衣 存完衣服之后 要再去简路处来简路 因为简路处它要统计今天报名的人数是这些 但实际到达现场参赛的人数到底是多少 而且简路处还要提防替跑的情况 因为以前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 比如说这种替跑的情况 那简路完了之后 再到指定的集结区去集结 您看咱开幕式的发枪仪式之前那么多节目 好像挺嗨的 但是离得远的这些队伍根本就看不见 而且还听不着 所以他们就在后面里等着 尤其是年二位准备参加亲自跑的话 那您就在外面等着吧 我估计十五六分钟您能到达起点就不错 好一点一点往前摸 这个时候就是您要等待发枪 等待台上的仪式都进行完了 发枪出去了 那您要慢慢的慢慢的往前往前走 如果您比如说今天要办法 您想跑一好成绩 那您就得不断的在人群当中 几层 得穿过去 还架不住那些一定要在镜头前摆个造型的 那我觉得有一点办法 人家摆你不摆 你绕着镜头走 牺牲了 今天要成绩我不要不要镜头了 不要出镜了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是想尽办法绕出去绕出去之后 才能进入到自己真正的平时习惯的配速当中 嗯 才开始了比赛 嗯 您想这一天这是多费劲的一个事 但是就这样 现在愣是有两百多万 在中国参与半马级以上的跑者 在每年不止一次的去参与到各大马拉松的比赛当中 嗯 想想就是 是什么让我们的国人做到了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马拉松的魅力 嗯 确实 听起来可能让您去您都不去 嗯 但是好像去了一次之后啊 我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都需要一种存在感 都需要一种被关注 或者都需要证明自己 因为只有证明自己才有存在感 嗯 那我在赛道上 我今天起码朋友圈我刷部数 我都两万多步 嗯 半程我都两万多步 全程我四万多步 快快五万步了 是不是排名就很靠前 一下子就证明了自己 你会觉得哇 我能不能跑二十多公里 嗯 看来要开车的就开小半天 嗯 那我肯定会接下来会更有动力 所以这就是马拉松 好的主持人 啊这里依然是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 荆州市体育中心的直播现场 那么此时此刻呢 站在我身边呢 有一位非常亮眼的 在马拉松的比赛当中 表现比较突出的这样的一位选手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怎么称呼您 呃 万超 呃 这是第几次参加这个马拉松的比赛 大概第八还是第九次吧 哇 第八还是第九次啊 那么这一次有没有取得自己 理想当中的最好的成绩 呃 可能和最好成绩持平 呃 基本上持平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今天全程跑下来感受怎么样 感受 今天因为有点下雨 感受 反正后半程有点吃亏 尤其是因为今天下着非常大的雨 而且在这个临近终点的时候啊 所以我特别想了解就是在那个时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就即将到达终点 但是身体已经觉得好像快承受不住了 嗯 到终点的时候一般都很兴奋的 嗯 快因为快完成了嘛 所以还是兴奋的心情大过于其他的是吗 最后那个观众加油也给了不少力 嗯 所以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的加油呐喊 也是给了他很多的这个力量 我觉得这就是马拉松的精神啊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天气下 我们都能够坚持用自己的体力和毅力坚持到终点 坚持到最后 好的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请能够跑完马拉松真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种考验 嗯 其实这些年还可以说一个话题就是呃通过马拉松那样的赛事呃我们对一些残障人士的看法或者残障人士对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都出现了一些改变 对刚才我们看到这位选手跑马拉松的这个选手是一位知残人士 对呃其实对于很多知残人士来说他们内心的信念呢是不够坚定的 对但是他们反倒是要寄情于一种呃运动也好或者是某一项呃这个工作也好 嗯 然后让他们的这个信念更加的坚定 然后让他们更加的去笑着面对去生活 嗯 这也许真的就是运动马拉松带给我们的一种力量一种魅力 因为他本身也是需要关怀嗯 也是需要关注的 而他如果完成了比赛的话呢可能会受到大家更多的敬意 那这个本身对于鼓励他的这种生命当中的存在感包括他安慰他的心理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说呃在很早之前吧 在波士顿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就出现过霍伊特支队 嗯 就是一个父亲推着专门的竞速轮椅 轮椅上坐着的是他脑瘫的儿子 嗯 然后他就推着他的儿子去跑 他父亲推着儿子跑居然还可以跑到三小时二十分的水平 哦 呃水平非常高 然后他跟儿子的交流只能用眼神来交流 他儿子是没有办法去说话的 嗯 但是他儿子看到赛道上面 然后因为这一队父子姓霍伊特 所以说之后在波士顿马拉松呃上面出现了一个群体 所以所有比如说有残障的人士比如说需要推轮椅上来的总会有一些志愿跑者然后来到现场然后去推着他们去完成这个比赛 这样的话感动了很多人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团队命名为霍伊特之队呃 呃老霍伊特就说他的小小霍伊特儿子在轮椅上坐着每次用眼神跟他交流都是说呃我多么的希望 里面坐着的是你而是由我来推着你所以一切人性化的东西在赛场上面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嗯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很多选手在终点冲刺的时候啊 基本上造型都不太一样啊有戴着墨镜和耳机的有打着赤脖的嗯哎呦我刚才还看到一个把鞋脱了穿着袜子跑啊有有还有赤脚跑的这是这些是都是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大屏幕左侧就是就是波士顿马拉松啊然后这是纽约马拉松啊圣里女神像 然后独角兽是波士顿马拉松的这个独特的专门的漏洞然后包括还有啊这是芝加哥马拉松刚才还闪过了东京马拉松 波兰登堡们这是柏林马拉松 刚才看到米自奇的时候那是伦敦马拉松啊宝马赞助的这是柏林马拉松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来这里依然是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荆州市体育中心的直播现场啊那刚刚我们采访了很多的这个马拉松的选手们也看到了他们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精神面貌啊 用马拉松这样的一场赛事去宣传我们荆州的城市建设包括历史文化风貌都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方式那接下来呢我非常的有幸要采访到站在我身边的文局长啊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下文局长 就是咱们用马拉松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宣传荆州宣传咱们荆州宣传这个荆州城市的这样的一种风貌的目的您觉得达到了吗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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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座冰江新城的最新的城市精神 应该说目的达到了宣传的荆州 我们这次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选手 一共有13000人 市内的选手是7000人 报名非常踊跃 还有来自国外的顶级的跑手 有70多位 这应该说是我们荆州国际马拉松 这项赛事的魅力 更是我们荆州这座冰江新城 充满升级和活力 充满发展全力的城市的魅力 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在今天的这场马拉松的比赛当中 是感受到了荆州之美 那这样的一场赛事 除了提升荆州的城市精神 包括荆州的美誉度之外 那文局长您觉得 那还给我们荆州的市民朋友们 带来了一些什么呢 体育赛事啊 它最能够展示一座城市的形象 同时呢 更能够邻居一座城市的 这个明星 更多的 我们可以激发这座城市的活力 这么一项国际性的赛事呢 一个是给我们市民一种全新的视觉享受 同时呢 更多的计划我们市民参与到全民健身 这个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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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全民运动啊 参与到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去 所以这样的一场赛事 也让我们再次的看到荆州的活力 好的 非常感谢文局长的解读 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他们是马勇成绩一小时14分24秒 第二名于同成绩一小时14分54秒 第三名任文胜成绩一小时15分31秒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京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陶润华同志 广州市博瑞文化传统有限公司 董事长以北新同志 共同登台 给男子办成前三名任务员颁奖 获得第三名的选手 除了获得精致的选行奖杯之外 也获得人民币奖金三千元 第二名人民币奖金四千元 冠军获得得人民币奖金六千元 来 请我们的班战嘉宾和英联一起共同 合影留念 来 把你们的优胜奖杯举过头点赢 两位班战嘉宾给英联一起来点赞 加油 好 感谢我们的班战嘉宾 也谢谢在男子办成比赛里面 获得优胜的前三名 殷奖员 非常的精彩 好 接下来呢 将是我们中大豪胜2018荆州国际马拉松赛的男女全程的颁奖 我们首先给获得女子全程前三名有胜者颁奖 有请我们的选手入场 他们是冠军获得者克林卡 来自肯尼亚 成绩是两小时三十五分零八秒 第二名中国选手杨凤霞 第三名中国选手唐思琴 杨凤霞成绩两小时五十五分四十九秒 第三名唐思琴成绩是三小时十二分三十秒 好 我们现在有请京都市政协副主席 市委高校工委书记市教育局体育局局长文毅同志 有请京都中大豪胜地产集团总经理王毅同志一起共同登台 为女子全程前三名选手颁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名是中国选手唐思琴 他获得人民币奖金一万元 第二名是中国选手杨凤霞 获得人民币奖金一万五千元 冠军是来自肯尼亚的克林卡 他获得人民币奖金两万元 同时克林卡在基尼比赛里边 更以两小时三十五分零八秒 超过了上届 艾瑟比亚选手卡普的两小时四十分二十二秒成绩 所以他同时获得赛会破纪录奖 那就是一万两千元 我们的奔奖嘉宾和运动员一起共同合约留念 好 感谢奔奖嘉宾 也谢谢我们的运动员 大家一起共同赞美丽的荆州 也对三位优秀选手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 接下来是男选手将要登场 他们是来自七沙沙的非洲黑旋风军团 好 请金队员入场 获得冠军的是SV选手宝文 成绩是两个小时十二分二十二秒 肯尼亚选手Dominica 成绩是两个小时二十分五十三秒 第三名肯尼亚选手Lenampo 成绩是两个小时二十一分 我们有请京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玉秋同志 京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陶振华同志 为男子全城前三名选手颁奖 每位选手将获得参赛的优胜的奖杯 同时也将获得丰厚的收入 第三名人民币奖金一万元 第二名一万五千元 冠军获得得是两万元 同时今天SV选手宝文 更创造了两小时十五分二十二秒的 京州国际马拉松赛的新纪录 他获得破纪录奖的一万两千元 他这个成绩也超过了SV选手阿波拉 在去年所创造的两小时十八分三十四秒的记录 每一届赛会成绩大幅提高 也说明我们京州国际马拉松赛的赛事水平 在整体提高 选手质量在整体提高 来我们一起请班奖嘉宾和运营员和运留念 来现场的朋友们 我提大家一起共同掌声 给我们男子全城的前三名鼓掌点赛 好 这里依然是2018京州国际马拉松 京州是体育中心的直播现场 那么刚刚呢 我们已经进行了全城马拉松 以及半城马拉松的一个颁奖的仪式 那么此时此刻 站在我身边的三位呢 就是全城马拉松女子的冠亚继军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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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荆州的城市吗 我非常喜欢荆州的城市 我非常喜欢荆州的城市 我甚至可以再来一边 非常喜欢荆州 刚刚说到的荆州也是一个 给它的印象非常漂亮和美丽的地方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旁边的这位是亚军 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心情 非常高兴 能这次取得第二名的成绩 谢谢 好的 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这个女子马拉松的季军 怎么称呼 唐思琴 是来自哪里 来自武汉 来自武汉 然后今天的这个比赛 这个马拉松的赛事 是自己第一次参加 还是说已经参加过 已经参加过 那这是第几次参加马拉松 很多次了 很多次啊 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PB了 跑出最好成绩了 已经是跑出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成绩 对 来分享一下此时的心情 说一下这个获奖感言 非常激动 重现 重现的时候 差点哭了 重现的时候 差点哭了 是的 所以在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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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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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